第1624章去做客一定要带上团子 谭锦儿的原上司是李慧玲 一个坐视雷厉风行的女人 刀子嘴豆腐心 当然 这个刀子嘴豆腐心也是要分人的 遇到没能力的人 他看不起的 那他就是刀子嘴刀心 遇到他欣赏的 觉得有潜力的人 他确实是刀子嘴豆腐心 谭锦儿刚到饭店上班时 没少被他言语和嘲讽 不过谭锦儿并没有疏远他 反而和他的关系越来越亲近 因为谭锦儿知道 在言语和嘲讽中是对他的关心 谭锦儿能够分辨谁是真的关心他 李慧玲便是其中一个 在他涉事卫生之时 是李慧玲手把手教他如何应对的 后来谭锦儿去了当业务经理 依然和李慧玲保持关系 最近 李慧玲和饭店高层的关系闹僵了 李慧玲决定跳槽离开 他在这行业做了许多年 累积了丰富的人脉 走到哪里都是被抢着要的人才 他想要带走谭锦儿 待在身边好好培养 他在谭锦儿身上看到了自己曾经的影子 那么柔弱 又那么倔强 虽然谭锦儿成长了许多 但是依然稚嫩 酒店业的水很深 他真担心没了自己在身边照应 谭锦儿会受到伤害 千万不要低估了人们的害人之心 何况谭锦儿年轻漂亮 单身女性 不知道有多少人围猎 谭锦儿也明白李慧玲的用心 正是因为理解 所以才万分的纠结 他听说了 李慧玲是因为晋升的机会被抢走 才一怒之下 和高层闹僵了 有心人凭脊柱关系 空降到岗 抢走了原本是李慧玲 是十拿九稳的晋升机会 这让李慧玲忍无可忍 他本来就是脾气火爆的人 怎么可能忍受这样的委屈 他纠结了一批原先的老部下 打算一起跳槽 同时不放心谭锦儿这个 早就不是他部下的小可爱 他这次跳槽 是直接去一家五星级饭店当总经理 同管所有的经营业务 他打算为谭锦儿升职 让他在行政部门当副部长 先历练 将来很有机会升任部长 不过谭锦儿内心深处是不想去的 最大的问题就是新工作地点 离皇家村很远 如果跳槽 那么他势必要搬家 而皇家村这里已经成了他的家 他放不下这边的一切 所以他一直在犹豫 怎么委婉地拒绝李慧玲 他最大的弱点便是不懂得拒绝人 总是不想拒绝别人 怕伤害到别人 他和喜儿在这点上个性很像 关心别人也比关心自己多 子子子子嗨阿姨 谭锦儿小朋友蹦蹦跳跳地 从马兰花家里出来了 一路化身小红马 蹦跶着回到家里 谭锦儿从思索中反应过来 嗯 怎么了 子子马舅妈喊你过去 他要跟你说说话 喜儿说 拉着子子的手 就往马兰花家里跑 谭锦儿不知道马兰花找他做什么 和喜儿过去后 只见马兰花正在往袋子里装东西 锦儿 马兰花招呼他过去 说 听喜儿说 你明天要去张探的大娘家 谭锦儿澄清说 不是我 是喜儿要去 小白喊他去的 说住几天 马兰花说 去就去吧 张探的大娘我见过 很和蔼的一个人 没有架子 很喜欢小白 也很喜欢喜儿 我给你们准备了一点东西 明天去的时候 把这个带上 他把桌上的袋子交给谭锦儿 这是什么 谭锦儿问 只见袋子里装的好像是肉 马兰花说 是我自己做的一些腊肉 人家家里什么都不缺 买贵重了 人家更不会收 犯忌讳 所以就送一些自己做的东西 有新意 人家也愿意收 你看现在的农家乐 多受欢迎 谭锦儿这才反应过来 是啊 明天喜儿要去 秦桧方家里做客 那么怎么能空手去呢 总得带点东西 他这才想起来 差点就忘了 还是马兰花 想得周到 拒绝不合时宜 所以谭锦儿很爽快地收下了 真诚地感谢之后 日后找机会弥补 去吧 谢谢马大姐 谢谢马舅妈 拜拜晚安哟 两姐妹回到家里 喜儿蹦蹦跳跳跑到了厨房 谭锦儿跟出去问 你是饿了吗 喜儿检查了一下四周 说道 姐姐 我想做团子 给小白和小白的大奶奶吃 好不好 做团子呀 恩娜 谭 锦儿 见喜儿神情坚定 便说 那行吧 但是你要晚点睡觉后 要准备食材呢 喜儿立即撸起袖子 熊罩罩 气昂昂 月月浴室 当即做好了晚上不睡觉的准备 她又不是小李子 总是打瞌睡 嗨阿贤 小李子老是打瞌睡 她这样 这样 嗨嗨啊 小柳老是说她是在钓鱼 嗨阿贤 笑死我了 喜儿模仿 小李子打瞌睡的样子 小脑袋一点一点的 像有鱼儿咬勾了 谭锦儿笑着说 那是因为小李子晚上不睡觉 白天就犯捆 恩娜 我今天还给小李子读了不睡觉的壁虎呢 小壁虎不睡觉 老是从墙上掉下来 摔得巴唧巴唧响 真疼呀 喜儿骄傲地说 你 是我呀 喜儿抬头挺胸 对子子略带怀疑的口吻有点不高兴 那你真厉害 嗨阿贤阿 喜儿心中的那点不高兴 当即烟消云散了 只剩下开心 我们做团子吧 两姊妹在厨房里忙碌起来 谭锦儿揉面粉 喜儿在脚边走来走去 送这个地那个 忙得像只小蜜蜂 团子对喜儿来说 有着十分特别的意义 因为她觉得 遇到特别开心的事情 或是逢年过节 就一定要吃团子 这样才算是完整的 就像是中秋节一定要吃月饼 端午节一定要吃粽子 对喜儿来说 去人家家里做客 就一定要准备团子送上去 唯独有偶 在秦桧方家里 小白正准备睡觉 这一晚终于轮到大奶奶 给她讲故事了 而大爷爷被安排去了 王小宇的卧室 睡前 小白再叮咛大奶奶 明天早上我们去买面粉 做团子吃 好不好 大奶奶 想吃团子吗 秦桧方问 是做给喜儿吃 喜儿超级喜欢吃团子 我们做给她吃 好啊 你真关心喜儿 喜儿是我妹妹呀 我要照顾好她 那我们明天早上去买材料 上午就做团子 好 大奶奶 你会做团子吗 这真问住了秦桧方 她没做过团子 小白当即表示 不懂可以上网问 于是睡前故事没有了 便成了两人凑一起 上网查团子怎么做的 氛围热烈且温馨 而另一个房间里 氛围则注视奇怪 张慧正在跟睡觉的王小雨讲故事 讲的是会说话的狮子 王小雨很想发表看法 这么幼稚的故事 不适合她这个小男子汉听 但是她没有勇气打断外公 而张慧一定也没想到 自己抽空记住的故事 不是讲给小白听 而是讲给小外孙听 两人都觉得对方不适合 第1625章目的地 市委会大院 谭家小姊妹弄完做团子的材料后 已经是晚上11点了 快点睡觉 谭景儿一看时间 有些急切地说道 喊住还在勤快干活的喜儿 见她不肯停下来 捉住她 带到水池边 洗了沾满了米粉的小手 带出厨房 哎呀 哎呀 姿姿你不要捉我 我自己走 喜儿的小手被谭景儿捉着 不给小妹妹任何逃窜的机会 直接带出了厨房 并把厨房的门关上了 剑门被关上 喜儿才吸了溜回去的念头 不甘心地问 姐姐 小团子明天就会冒出来吗 会的 发叫一下就行了 谭景儿说 走 回卧室 你不困吗 喜儿蹦敲一下 精神抖擞地说 困什么呀 我精神住呢 嗨啊 谭景儿笑道 你是不是想到明天要见小白 就兴奋地睡不住 是呀 子子你怎么知道 喜儿的小手 依然被谭景儿捉着 带到了卧室里 关上了门 采放了她 喜儿立刻在卧室里转圈圈 谭景儿给她找出睡衣 丢在床上 要她快点换上睡衣 然后上床睡觉 子子你不出去吗 我会不会害羞呀 喜儿问 谭景儿好笑 你会不会害羞 还需要问我 我是姐姐 不用出去 快换吧 好 喜儿立刻把自己的衣服脱了 换上小睡衣 谭景儿趁机教育到 明天去了见小白 晚上睡觉觉的时候 除了小白和小白的大奶奶 你不能在别人面前脱衣服 记住了吗 为什么 喜儿穿上了衣服 正在扣扣子 因为你们是女生 女生只有在女生面前 才能换衣服 在别人面前不行 我记得 快上床吧 姐姐 我能不能再去看看厨房里的小团子 不能 我就去看一眼嘛 说着 小妹妹撒开脚丫子就跑 溜出了卧室 谭景儿一见 追出去 在厨房门口抓住了喜儿 把她揪了回来 进了卧室 反锁房门 不要淘气 谭景儿说 哦 开溜没有成功的喜儿 这回老实了 主动爬上床 笑嘻嘻地说 嗨阿姨 姐姐 你怎么这么厉害 我跑得那么快 你都能捉到我 少 拍马屁 我关灯了 你关灯 我就什么都看不到了 要睡觉了 你还要看什么 我要看星星和月亮 睡觉 我想妈妈了 谭景儿没再说话 而是上了床 把喜儿抱在怀里 哄她 给她讲故事 渐渐地 躁动的小朋友安静下来 直到睡了过去 清晨的皇家村 充满了生活气息 鸡鸣狗肺 巷子里的脚步声 偶尔有说话的声音 远远传来 子子小团子长出来了圆嘟嘟的 真可爱呀 是吗 你不要用手指去戳哦 哦 说是这么说 但是喜儿依然忍不住 站在凳子上 伸出手指头 挨个轻轻戳了戳小团子们 团团的 Q弹Q弹 真可爱 嗨嗨啊 谭家小姊妹 把小团子装成了三份 谭景儿把其中一份 也是最多的一份 打包装好 告诉喜儿 这是给小白的大奶奶加的 随后 又把一份 交给跟在脚边的喜儿 这是给马舅妈加的 快去 你送过去 好的 喜儿接过小团子 落迪落迪 换成一匹小马 跑去送团子了 马兰花和白剑萍 正在吃早餐 喜儿探头看了看 不敢进去 把小团子放在了门口 喊了一声 就开溜了 喜儿过来吃早餐 身后 传来马兰花的声音 喜儿不仅没有停留 而且更进一步 加快了脚步 回到家里 她惊魂否定 差点被马舅妈捉到了 我好危险呀 嗨嗨嗨我的小马真快 谭景儿好笑 马舅妈的早餐 有这么吓人吗 喜儿连连点头 然后告诉谭景儿 一个消息 白舅舅有熊猫眼 嗨阿黑啊 我看到了白剑萍 昨晚在剧组加班到大半夜 今天一早 又起得这么早 有了一对熊猫眼 也正常 谭景儿还要去上班呢 准备好后 就带着喜儿出门了 说了不要戴头盔 不要戴头盔 你就是不听 谭景儿一边走 一边无奈地埋怨 但喜儿嘀嘀咕咕 不回应 固执地坚持 要戴上粉红色头盔 出门在外 怎么能不做好 安全防护措施 她不只要自己戴 而且还再三叮咛姐姐也戴 但是谭景儿 才没好意思戴 喜儿就这么固执地 戴着粉红色头盔 背着小书包 跟在谭景儿脚边 往外走 让她摘掉 是不可能摘掉的 她的小书包里 是她的日用品 另外还有一个 迷你行李箱 里面装了换洗的衣服 由谭景儿拖住 两人出了门 走在巷子里 喜儿还在嘀咕咕咕 不知道要说什么 谭景儿听不清楚 他们穿过皇家村 经过万小虎家的 理发店门口 店还没开门呢 喜儿犹豫地问谭景儿 要不要喊两声 叫万小虎起床 谭景儿无语 他们又经过 小红马学员的门口 喜儿站在铁门外 往里看 寂寥无人 充满静谜的氛围 李白白也没有起床 喜儿 快点跟上 我们要坐地铁 晚了人会好多的 谭景儿呼喊 叫喜儿快点跟上 喜儿转身 小碎步追上去 他们终于走上了西长安街 在路边的黄蜂树下走住 虽然是夏天 但是地上依然落了许多枫叶 喜儿蹦蹦跳跳 往落叶上跳 忽然 一辆车缓缓停在了路边 车窗落下 一个打扮精致的女人出现 锦儿 要去哪里 谭景儿定睛看去 竟然是李慧玲 李子 他走进汽车 对在这里刚好遇到李慧玲 有些惊讶 你带着喜儿是要去学校吗 李慧玲问 谭景儿说 放暑假了 喜儿不用上学了 是送他去亲戚家住几天 李慧玲有些惊讶地问 你在 浦江还有亲戚 他了解中的谭景儿 应该是在浦江举目无亲才对 谭景儿不知道怎么说 对外就说是亲戚吧 远方亲戚呢 在哪里 我刚好没事 送你们过去吧 不用了 不用了 李子你忙你的去吧 李慧玲热情地要让他们上车 现在是地铁早高峰 你带喜儿坐地铁 挤坏了小孩子怎么办 喜儿蹦敲出来 得意地说 看 我带了我的粉红色头盔 我不怕挤 挤不坏 李慧玲见他走路都带一个头盔 模样可可爱爱的 不禁哈哈大笑 李慧玲说的有些道理 加上盛情难却 谭景儿便带着喜儿上了车 其实 谭景儿有些躲着李慧玲呢 他很怕李慧玲再次劝他一起跳槽 他面皮薄 不爱拒绝人 挺为难的 要去哪里 李慧玲问 我寄个定位给你 谭景儿拿出手机 给李慧玲发了一个定位过去 李慧玲立刻开启汽车导航 只听车内音响起 目的地市委大院 全程预计30分钟 李慧玲愣了愣 以为听错了 特地看了看汽车显示屏 只见上面确实显示 终点是市委大院 他错愕地看向谭景儿 说发错了地址吧 谭景儿正在监督坐在后排的喜儿 系上安全带 抽空回应道 没有发错 就是市委大院 好吧 李慧玲开车 猜想谭景儿要去的 应该是在市委大院附近 只不过市委大院 是那里的标志性地址 导航比较方便 第1626章让人心生欢喜 去市委大院的车上 谭景儿对秦桧一家闭口不谈 但是车上有小朋友 叽叽喳喳说个没完 没错 说的就是谭景儿小朋友 他根本经不住李慧玲的套话 李慧玲无需旁敲侧击 甚至不需要问 这位小朋友便会一口气全部交代 气得谭景儿瞪着他 去看小白 李慧玲问 他好像记得小白这个名字 应该是听喜儿说的 只是记不清了 是小白 我和小白是好朋友呢 喜儿骄傲地宣布 我好像记得 但是一下子想不起来了 李慧玲一边开车一边说 谭景儿便给他简单地解释 是张老板的女儿 哦 想起来了 李慧玲瞬间想起了小白是谁 小红马的老板张探的女儿 你跟张老板 李慧玲八卦地问 但不等他问完 谭景儿就连忙打断 哎呀 开车小心点 前面是红灯了 李慧玲见 谭景儿脸色红扑扑地 笑了笑 便不再问 但是他不问 身后的小朋友主动来问 谭喜儿小朋友 那戴着粉红色头盔的小脑袋伸过来 好奇地问 我姐姐和前爹怎么了 谭景儿在他的头盔上敲了敲 发出喷喷两声 大人说话 小孩不要插话 喜儿委屈地说 子子你们没说话了呀 那你也不要说了 你上车后说了多少话了 还有啊 快点把头盔摘掉 你不热吗 快点 在谭景儿的强制要求下 喜儿不得不把粉红色头盔摘掉 你热不热呀 你看你 额头都出汗了 谭景儿抽出纸巾 给喜儿擦拭 嗨嗨啊 子子擦擦 喜儿就不热了 李慧玲欣慰地看住这一幕 他没有再询问市委大院的事 专心开车 到了市委大院附近 便打算找个地方停车 景儿 停到哪里去 李慧玲问道 这附近倒是有蛮多停车位的 谭景儿看了看四周 说就停在路边吧 李慧玲停了车 下车帮喜儿打开车门 又帮他提下了小书包 再帮他打包的小团子 拿下车交给他 谢谢子子 喜儿欢快地在地上蹦敲了两下 背上自己的小书包 这里面是什么 热乎乎的李慧玲问 是小团子 我做给小白吃的 姐姐 你要吃吗 我不吃 你留着给小白 我给你吃一个歪 不用不用 真的不用 小朋友这么珍惜的东西 他怎么好意思横刀独爱呢 见李慧玲真的不要 喜儿这才作罢 他问谭景儿 子子小白是不是在那里 他指的是 市委大院的大门口 那里有两个站岗的武警战士 李慧玲说 那是市委大院 我们进不去的 喜儿却说 小白就住在那里 小白的大奶奶在那里 她来过秦桧坊家里 只是不大记得 是不是眼前的这处了 不记得也正常 毕竟上一次 她是坐张探的车 直接开进大院子里的 对大院外面的情况并不清楚 谭景儿迟疑的说 应该是吧 她看到大门口站岗的武警战士 有些不确定 心虚不自信 平常看到这种地方 她都是绕住走的 李慧玲有些惊讶地问 锦儿 你确定是那里 谭景儿犹豫地说 我也不确定 我们在这里等等吧 我打个电话 她掏出手机 给小白打电话 喜儿立即凑过来 眼巴巴地说 姐姐 让我和小白说话 我特别会说话 那给你 谭景儿 潜催地把手机给了喜儿 喜儿喜滋滋地捧着手机 盯着荧幕 等待那边接通 小白出现在了镜头中 喜儿立刻开心地大声说 小白我来了 我来找你 你在哪里 你快来找我呀 小白问清她在 哪里后 让他们等一等 然后便感觉到 手机镜头一阵晃动 她好像在跟谁说话 喜儿这个傻憨憨 依然在对住手机说话 巴拉巴拉唠叨 也不管那头的小白 压根没在听 更没有回话 没一会儿 市委大院的大门口 出现了几个人 其中一个四处看了看 见到谭景儿三人的身影 立即蹦敲起来 用力招手大喊 喜娃娃这里 喜儿 一机灵 立即看到了小白 嗨嗨啊是小白 姐姐 是小白来接我们了 喜儿背着小书包 提着小团子手里 还抓着谭景儿的 手机画成一匹小马 奔向同样朝她跑来的小白 两人在半途相遇 喜儿立刻被小白抱了起来 双脚离地 转了两圈 放在地上 转身介绍给秦惠芳认识 我怎么会不认识呢 这是小喜儿啊 我们的小可爱 上次来我们家后 我就记住了她 真是可爱 不过 长大了一点点哦 秦惠芳笑着说 喜儿还是她印象中的喜儿 可可爱爱 憨态可居 真是让人喜欢 看到她 彭扶看到世间美好的化身 让人心生欢喜 大奶奶你好呀 祝你身体健康 喜儿牢寄来之前 子子的叮嘱 第一时间送上问候 要做一个听话的 懂礼貌的小孩子 谢谢 秦惠芳从小白手中 接过了喜儿的小手 牵在身边 仔细端详 越看越可人 真想亲一口 哈哈哈哈 喜儿 欢迎你 嗨嗨啊 王小雨 快跑 榴莲来捉你了 喜儿嗨阿贴大笑 憨憨地说 王小雨 我是跟你开玩笑的呢 嗨阿贴流流去外婆家了 她没有来 王小雨嘀咕一句 她来了我也不怕 这时候 谭景儿和李慧玲 也来到了身边 秦惠芳这是第一次 见到景儿 她看看景儿 又看看李慧玲 虽然此前没见过 但是只看了一眼 便知道哪一位是景儿 毕竟 小喜儿就在手边 这对姊妹俩眉目之间 十分相似 再说了 李慧玲气质凌厉干练 谭景儿生性温柔 外人不难分辨出 你是景儿吧 秦惠芳笑着问 阿姨 我是景儿 谭景儿只觉得眼前的秦惠芳 虽然上了年纪 但是气质很好 保养得也很好 说话亲切 笑容温暖 不像是传闻中的大官 两人寒暄了两句 秦惠芳看向李慧玲 谭景儿给她介绍 快进来 到屋里坐一坐 秦惠芳邀请三人 去家里坐一坐 谭景儿原本的打算 是把喜儿送到了就离开的 但是秦惠芳十分的热情 一定要请他们到家里坐一坐 李慧玲悄悄给谭景儿 打了一个眼色 好吧 打扰了 谭景儿说 太客气了 快来秦惠芳陪助他俩 三个小朋友已经跑在了前面 小白去钓鱼嘛 在社区里 小白三人遇到了 结伴晃荡的刘长江等人 小白潜碎地说 不去 我要陪小朋友玩呢 哪个小朋友 是你手边的这个吗 他是谁呀 刘长江等人围上来 稀奇地打量第一次见的喜儿 喜儿倒是不怯场 脸上挂住笑 反正就是一个静的傻笑 小白给他们介绍喜儿 刘长江等人一路跟住 聊个不停 第1627章什么身份 小孩总是自来熟 没一会儿 谭喜儿小朋友 就和大家打成一片 一点不见外 跟在身后不行的 秦惠芳三人 则是客套的闲聊住 主要是秦惠芳 询问喜儿的成长和生活学习 小孩子的话题 总是大人最热衷的话题 也是最容易拉近关系的话题 李慧玲心不在焉 眼睛一直在打量四周 谁能想到 谭景儿竟然有亲戚 在侍卫大院 她是第一次进来这里 平常没少开车经过 但是身宅大院 门口无警站岗 她从来没想过 自己会有光明正大 走正门进来的一天 她当然看得出 谭景儿和秦惠芳的关系 比较简单 应该不是亲戚 但不管怎么样 他们有关系 对惠来世的人而言 没关系创造关系 有关系深化关系 这不是难事 李慧玲人惊世的 知道谭家小姊妹 之所以能来这里 关键在于前面 和一群小朋友 聊得新奇的小白 张探的关系这么硬吗 李慧玲不由心说 以前只知道 张探有钱地位 尤其在娱乐圈 声望很高 但从来不知道 张探在政治上 有这样的关系 她也不知道 秦惠芳的身份 但不管怎么样 能住进市委大院 那岂有简单的人 她跟在旁边 尽量镇定自若 谭笑自如 不让自己 受周遭环境的影响 李慧玲对自己的定位 很清晰 绝对没有宣兵夺主 努力去展现自己 她深知 现在的主角是谭景儿 她是谭景儿的朋友 也是配角 在谭景儿和秦惠芳聊天时 她只是悄悄编鼓 帮衬谭景儿 以免她说错话 秦部长 路上有人跟秦惠芳打招呼 李慧玲立刻记载了心里 原来秦惠芳是部长 一个女人当部长 不简单 随着离家越来越近 李慧玲觉得恐怕 这位秦部长没那么简单 他们从普通小楼房 一路走到了这边的独栋别墅 任谁都知道 能住在市委大院的人 绝非等先之辈 而能住在市委大院的别墅区的 更是最顶尖的那一小撮人吧 李慧玲心里痒痒的 对秦惠芳的身份万分的好奇 只能等回去的时候 上网查一下 知道了名字 那就容易了 小白和王小雨领着喜儿 已经进了大院 刘长江等人没有跟住进去 就在外面的树林里乱晃 秦惠芳邀请他们进屋坐 但是刘长江白手说不去 焦大帅说 小白说 她小姑姑在家 我们不敢进去 小雪姐好兄会 螳螂拳的刘长江补充说 其实我们不怕小雪姐的 我们不想吓到喜儿 焦大帅说 我们都会武功 打起来会造成很大的破坏 弄坏了你家房子就不好了 几个傻孩子 李慧玲立即断言 张明雪在家里准备查些招待 见到谭景儿 笑着打招呼 他们倒是曾经见过一次 张明雪有一次晚上 去小红马时 遇过谭景儿 喜娃娃你快来 你晚上跟我睡 好不好 小白带着喜儿去卧室 把她的小书包放下 王小雨则帮忙拖着 喜儿的迷你行李箱 喜儿点点头说 晚上睡觉的时候 我会照顾你的 小白 我可以跟你说故事 喜儿 王小雨说 你有诚诚会讲吗 喜儿问 三小只消失在了房间里 客厅里 秦惠芳合张明雪 热情地招待谭景儿和李慧玲 不过因为谭景儿还要去上班 所以不能多待 坐了会儿便起身打算回去了 她喊来喜儿 来到院子里 叮嘱小朋友一些注意事想 完了她依依不舍地把姐姐送到院子外 不停地挥手 还喊姐姐晚上要来看她呀 喜儿 你快来 附近小树林里的刘长江 见喜儿一个人在外 就招手喊她过去 谭喜儿这个小憨憨才刚认识她们 就赶一个人跑去和她们混在一起 你看那里 刘长江指了指书上 喜儿抬头看去 月道 还害了 是小松鼠 他们在爬树 千里眼说 喜儿 你再仔细看 喜儿仔细看了 嗨啊也笑道 啊 又出来了一只小松鼠 他们在一起爬树 顺风儿说 喜儿 你仔细听听 他们在叽叽叫喜儿 竖起小耳朵听 好奇地问 他们在说什么 顺风儿无奈地说 他们没有说什么 他们是在打架 你这都看不出来吗 我们快拦住他们 让他们不要打架 喜儿焦急地说 刘长江 怎么劝 他问 喜儿说 他们打架会掉下来 摔伤了怎么办 焦大帅倒是觉得喜儿 憨憨得很善良可爱 他想上树去劝两只松鼠 不要打架 但是喜儿不让他爬树 你掉下来了怎么办 你妈妈会难过的 那你说怎么办呢 焦大帅问 喜儿想了想 叮 想到了 有了 我们大声喊一喊就行了 说完 他双手拢在嘴边 朝树上大喊 让两只小松鼠不要打架了 刘长江觉得太太太幼稚了 不肯喊 但是焦大帅觉得喜儿很善良可爱 就暂时不要脸了 跟住一起喊 千里眼和顺丰尔对视一眼 千里眼说 丢人 我不喊 要喊你喊 好顺丰尔说 不要打了 你们不要打了 掉下来就不好了 喊完后 见千里眼吃惊地瞪着他 便问 干嘛 你怎么喊啊 不你让我喊的吗 屋里的小白 见喜儿久不回来 和王小语找出来 然后就看到一群憨憨儿 在树林里大喊大叫 离开了市委大院的李慧玲 迫不及待地问道 锦儿 你喝 谭锦儿不等他问完 就直接回答 我们真不熟 似乎知道李慧玲想要问什么 李慧玲笑道 行行 我知道你们不熟 刚才就看出来了 那你总应该知道 这位秦部长是什么身份吧 谭锦儿有点尴尬地说 我也不知道 不太清楚 李慧玲无语 他拿出手机 直接搜寻秦惠芳的名字 是这三个字吗 李慧玲问谭锦儿 谭锦儿昨天从张探 存了秦惠芳的手机 所以知道她的名字 不是 会是实惠的会 不是智惠的会 知道了 李慧玲重新输入秦惠芳的名字 搜寻立即谈出 许多网页 她点开百科 只见上面写着 浦江市委宣传部副部长 市委宣传部 好一个实权部门 李慧玲感叹一句 她依旧没有停下搜寻的动作 不断点开网页 查询秦惠芳的资讯 因为她知道 光凭秦惠芳的这个身份 是不可能住在那片别墅区的 但是查了许久 她也没有查到自己想要的内容 她问谭锦儿 这位秦阿姨家里应该不简单吧 谭锦儿点点头 应该不简单 怎么个不简单法 李慧玲追问 谭锦儿摇头 我也不知道 李慧玲没好气地问 那你知道什么 我只知道 他们是张老板的大伯和大娘 李慧玲无奈道 好吧 旋即他又激动起来 认真的说 锦儿 你一定要抓住机会 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啊 你一定要好好和他们家搞好关系 这对你今后的帮助是巨大的 不管是生活上 还是工作上 李慧玲说的话虽然世俗 但他是站在锦儿的立场说的 确实是为锦儿助想 谭锦儿任凭李慧玲说的多么激动 他只是轻轻地摁了一声 不知可否 李慧玲本来想多劝几句的 但是想了想 还是作罢了 或许 人家就是因为锦儿 不带功力的性格 才喜欢他 亲近他 李慧玲觉得 锦儿做多了 或许弄巧成拙 玄机他又想到 刚才里面那位是张探的大娘 喜儿是张探任的干女儿 所以 这关系是没跑了 锦儿真是傻人有傻福啊 这种别人梦寐以求的关系 却是主动找上他的 上车 回去吧 两人上了车 没了喜而在 李慧玲便问锦儿 跳槽的事情想得怎么样了 第1628章 白团子和青团子 一上车 李慧玲便问出了自己期待的问题 他没有开车 而是双手扶在方向盘上 侧头看住谭锦儿 犀利的眼神 彭扶要直接看到谭锦儿的心底 这让谭锦儿压力倍增 不过谭锦儿属于表面比较镇定类型的 心里慌得一笔 但是脸上还能绷住 所以在外人看来 他镇定功夫不错 谭锦儿知道这个问题必须要有一个答案了 不能一拖再拖 对他 对李慧玲都不是好事 他微微深吸一口气 勇敢地直视李慧玲的眼睛 说 林姐 谢谢你对我的帮助 你总是为我住下 这次也是 我能理解你的心意 谭 锦儿一口气说了很多 李慧玲微笑着听着 全程没有打断 时不时点点头 直到我听谭锦儿说出 我还是想留在这里 他的眼神才暗淡了不少 不过 他倒是没有太多的失望 其实 这么多天了 谭锦儿一直犹豫不决 他便有了心理准备 一半对一半吧 同意和拒绝都不意外 谭锦儿说完后 有些忐忑不安 李慧玲反倒安慰他 不要用这种怕怕的眼神 看我好不好 难道我会吃了你吗 哈哈 说真心话 我想带你一起跳槽 有私心的 你这么听话好用的小姑娘 不多了 我就想把你带在身边 当然 这过程我也会帮助你成长 有机会就提前你 李慧玲还是一如既往的 说话风格 单独一两句拎出来听 那真是让人 不爽 但是整个听完 却能从一把把小刀子中 听出他的良苦用心 说到底 他是刀子嘴豆腐心 今天之前 我确实不放心 把你留在四季酒店 但是现在我不怎么担心了 李慧玲说 谭锦儿疑惑地看住他 不明白为什么 今天就不担心了 今天之前却很担心 李慧玲看出他的疑惑 笑道 善良的人自然会有贵人相助吧 锦儿 你应该就是这种人 张探是你命中的贵人 你一定要好好把握 我相信 有他在 你就不会吃大亏 这点我现在很放心了 所以 我尊重你的决定 别担心 姐姐没有生气 以后我们常联系 工作上有不懂的事情 或者遇到了困难 都可以问我 我很乐意帮你 谭锦儿动情地说 谢谢林姐 李慧玲拍了拍他的手 笑道 我们之间这么客气干嘛 我们走吧 我送你去饭店 谭锦儿说 我自己坐地铁回去吧 没事 反正我早上有空 不耽误时间 哦对了 你应该知道 四季酒店 现在有人事变动 不知道你有没有机会 说到这里 李慧玲笑了笑 没有多说 因为他觉得 谭锦儿跟这次人事变动 不会有关系 他资历太浅了 而且当销售经理没有太长时间 完全没有理由调动他 更别说给他升职 他自己便是因为 在这一轮调动中被抢了机会 才一怒之下离开的 李慧玲开车 把谭锦儿送到了四季酒店 他没有停留 立即开车走了 谭锦儿刚回到办公室 办公桌上的电话就响了 谭锦儿接起电话 喂 您好 电话那头是一个好听的女生 你好 谭经理 这里是总经办 您现在有时间吗 吴总请您到他办公室来一趟 谭锦儿待了半生 才反应过来 挂了电话后 心里嘀嘀咕咕 不知道总经办找他干嘛 另一边 谭锦儿小朋友被刘长江等人 叫去看松鼠打架 小白和王小雨见他久久不回来 出来找才找到 王小雨留了下来 和刘长江等人在树林里晃荡 锦儿则被小白押走 两人一边朝家里走 一边拌嘴 小白训话 喜儿不服气 时不时回一句嘴 你一个女孩子 你跟他们又不熟 你就和他们跑去树林里 你忘了嘟嘟吗 老师在小树林里被捏脸蛋 小白教育喜儿 不要随便跟陌生人走 喜儿嘀嘀咕咕 说了很多话 但是只有一两句能让人听清楚 我比嘟嘟大呢 大个子 嘟嘟比你厉害多了 他力气大 跑得快 你都比不上 遇到坏人 你就呜呼了 那是我们的朋友呀 我说话 你不要顶嘴 你要好好听 小白 你当我是三岁小孩呢 你三岁 喜儿一听 这不能忍 说他别的可以 唯独不能说 他的年龄 只有三岁 他立即激动地反驳 我都十岁了 我比你高 我比你大 我七岁 快八岁了 你浪哥就十岁了呢 你最多三岁半 我九岁 你四岁 我八岁 你最多就七岁 小白 你刚才说你几岁 我七岁 快八岁了 那我八岁 缠缠 嗨呀嗨呀 你六岁 最终 两人达成共识 喜儿今天的年龄 是七岁 进门前 喜儿不放心地 叮嘱小白 小白你要记得 我七岁了 小的辣小的牢 两人一前一后 进了院子 喜儿想起 自己带来的小团子 连忙拿出来 献给小白吃 啥子东西 小白好奇地问 喜儿笑嘻嘻地 说是小团子 小白一听 没有急着打开盒子 而是跑去厨房 很快要端了 一盘小团子出来 新鲜出炉的小团子 热气腾腾 看 喜娃娃 给你做的小团子 嗨嗨啊 喜儿见状大笑 他把自己带来的 小团子也打开 是白色的小团子 团子上还点了红点点 点缀成了一只只 肥嘟嘟的小兔子 可可爱爱的 差点让人舍不得吃 我的是白白的小团子 小白 你的是青青的小团子 喜儿说 喜儿做的团子 是用糯米走的 而小白的团子里 加了艾草 所以变成了青色的 小白 哈哈哈哈 一个是白娘子 一个是小青 喜儿 嗨嗨啊 我是小青 你是白娘子 两个小可爱端住小团子 比来比去 哈哈大笑 多舍不得吃呢 你这是送给我的吗 小白喜儿喜滋滋地问 帮你做的小白说 早上他和秦桧方到超市买了材料 吃了早餐后就开始做 真香呀 小白你的团子是什么馅的 豆沙 甜甜的 喜儿一听 眼睛亮了起来 他在小白的提醒下 端住团子 先送给秦桧方合张 明雪尝一口 那我吃一个了 是你和子子做的吗 秦桧方笑着说 是 我们昨天晚上开始做的 姐姐做 喜儿帮忙 帮了很大的忙 你们 真厉害 姐姐真是手巧 嗨嗨啊 大奶奶你吃 喜儿紧张地盯着 秦桧方手里的团子 只见团子被放进了嘴里 她的眼睛一眨不眨 目不转睛 很怕大奶奶说 她最爱的团子不好吃 那她会哭的 秦桧方嚼了几口 喜儿迫不及待地问 好吃吗 大奶奶 真好吃 很有嚼劲 嗨啊 一颗大石头终于落地 喜儿开心地跳起来 把小团子高高举起 请大奶奶再多吃几个 第1629章 拿来的田螺女孩 喜儿不止带来了白团子 还带来了腊肉 小白看了一眼 就问这是不是舅妈的 然后喜儿老老实实地承认了 一五一十招了 就连当时 马兰花对谭景儿说的话 都被她透露了七七八八 不是谭喜儿小朋友 不想全部透露 而是她只记得七七八八的内容 秦桧方听得大笑 这小可爱 太实诚了 喜儿还不知道 自己说了不该说的话 也跟住还啊也笑 反正就是个憨憨儿 回头就被小白 拉到房间里一顿教育 问题是谭喜儿小朋友 不肯接受教育 认为自己是对的 小白是错的 在房间里和小白顶嘴 差点吵起来了 我都不晓得拉个缩你 小白无奈 只能放话 那你就不要说丫横 谭喜儿小朋友 显露出来的倔强性格 已经很明显了 小白 谭景儿 很多时候都拿她没办法 只有是她认定的事情 休想轻易让人放弃 秦慧芳把喜儿叫到 沙发上坐下 和她谈心 了解她的生活和学习 小白跟在一旁 旁听了一会儿 果断把喜憨憨带走 出了门 到了院子里 又是一顿教育 你拉个啥子都说脸 小白无奈道 我们都是好孩子呀 谭喜儿小朋友 振振有词 小白拿她没办法 便跟秦慧芳说了一声 带着喜儿出门 找王小宇他们玩 王小宇和刘长江等人 正在社区里到处晃荡 大热天的 气温逐渐升高 他们钻在树林里 当小白和喜儿 找到他们时 他们正在一棵 大桃树下徘徊 盯着树上的桃子 垂涎欲滴 刘长江等人 唆使王小宇上树 摘几个桃子下来 给大家吃吃 王小宇为了融入 这个小集体 决定以身犯险 上树摘桃 但是当她刚抱住树干 准备上去时 小白和喜儿来了 喜儿远远地 就看到了他们 大声说道 嗨阿黑尔 王小宇要爬树了 好危险呀 我们快去告诉大奶奶 王小宇一听 立刻不干了 还好她及时收手 不然她就要被 小区保安抓到 因为一个保安 刚好从旁边经过 看到他们在树下徘徊 便说 不要爬树摘桃子 知道吗 这是别人家的 刘长江大意里然地说 我们不是那样的人 那就好 快回去吧 天这么热 刘长江不甘心地 打量桃树上的桃子 打到回府 上午她哥要带她出去 我们晚上再来 她说 好 率先回答的 竟然是谭喜儿小朋友 她见大家都看住她 嗨阿黑傻笑 她也不知道 为什么大家都这样看住她 反正不知道 怎么说的时候 笑总不会错 大家各回各家 各找各妈 秦惠芳也带着她们出去玩 担心她们待在家里无聊 午餐也是在外面吃的 下午一直到三点多 才回到家里 张明雪上班去了 还没下班 秦惠芳回到家里 便开始准备 晚上煮饭的食材 晚上是喜儿 在家里吃的第一顿饭 要做得丰盛一些 到时候张慧和张明雪 都会回来 一大家子人 热闹 王小宇回到家里 就迫不及待 拿出手机打游戏 小白见状 去找秦惠芳要了手机 对此 王小宇十分的纳闷 她外婆怎么会把手机 借给小白玩游戏呢 要是她去借 没备训一顿就不错了 还想挤手机 小白 你们在玩什么 喜儿凑到小白身边 看她在手机上 摁来摁去的 然后手机里的小人 就跟住跑来跑去 呀 还会开枪呢 白乌比喻比喻 这小姑娘一惊一乍的 王小宇 把你的手机 给喜儿玩塞 你教教喜儿 怎么玩塞 小白指使王小宇 快把喜儿带走 省得这孩子 粘在她身边 唠叨叨的没完没了 王小宇 喜儿你过来 我教你怎么玩 喜儿看王小宇 玩了两局 再自己体验了一把 便没了兴趣 觉得一点也不好玩 她还不如去厨房 帮大奶奶工作 你要帮我干活 秦惠芳惊讶地问道 这小姑娘兴事淡淡的 看起来不像是开玩笑的哦 那行啊 只是要辛苦你了 你帮大奶奶洗青菜吧 喜儿立刻自夸自己 洗青菜 那是顶呱呱的 真不开玩笑 秦惠芳为她搬了一条小凳子 端了一盆清水 放地上 再给了她一个篓子 喜儿立即哼花哼花 干起了活 秦惠芳见她的动作 挺熟练的 看来在家里没少干 喜儿在家里 常帮子子工作吗 她问 嗨啊 姨子子好辛苦 喜儿帮她干活 真是个乖孩子 大奶奶 没看过嘟嘟呢 嘟嘟更喜欢干活 她力气很大 跑得快 一大一小两人 在厨房里一边聊天 一边干活 直到小白找来 叫喜儿和她一起去 给院子里的花草树木 和瓜果浇水 太阳正在下山 气温已经没那么热了 晚霞散开在天边 草木被烈日灼晒了一天后 散发出一股淡淡的草木 清香在空中 院子里 小白和喜儿拎着洒水壶 正在给那些植物浇水 浇完了出门 到隔壁 帮老柳浇水 小白 我们还要帮别人家浇水吗 喜儿问 她没来过老柳家里 莫得是 她家的小葫芦好好玩 给你看看 小白带喜儿 钻到葫芦藤下 看小葫芦 老柳家有人在 狐一正在屋里 准备晚饭 没有注意到院子里 来了两个田螺姑娘 你在这里等等我塞 我去装水 小白的洒水壶里的水用完了 她跑回家装水 把喜儿一个人 留在老柳家的院子里 而这时候 刚好一辆黑色轿车 缓缓停在了大院门口 老柳拎着公文包 在秘书的陪同下 快步进了院子 老柳目不斜视 镜子穿过院子 落在她身后的秘书 却下意识地看向了院子 角落里的葫芦藤 上次她就是在那里 发现了小白 这回竟然也被她 发现了一个小朋友 不过 明显不是上次的小白 这个比较小只 她朝喜儿笑了笑 以为又是书记家的 谁谁谁谁 但就在这时候 走在前面的老柳 忽然顿步 紧跟在身后的秘书 差点一头撞到她后背 吓得连忙 刹车住车 老柳够一地回头看了看 再看向了院子的葫芦藤下 谭喜儿小朋友拎着洒水壶 一脸憨憨的笑容 也看向了老柳 小白 老柳愣了愣 她下意识地以为是小白 但是定睛一看 不是小白 是个不认识的小娃娃 这是从哪里冒出来的 田螺姑娘 回来了 站那干嘛 屋里传来胡一说话的声音 老柳回到家里 放下公事包 问胡一 院子里的那个小女孩是谁 哪个小女孩 就在院子里 葫芦藤下 你不知道 不知道啊 谁 是小白吗 不是小白 这个比小白更小 我去看看 胡一出门一看 真看到一个朝她灿烂笑的小女孩 小朋友 你是哪里来的 胡一问道 真是奇了怪了 家里怎么突然冒出一个小女孩 喜儿提了提手里的洒水壶说 我是来给你家小葫芦浇水的 给 小葫芦浇水 你不会是葫芦娃吧 小白不是说葫芦娃都是男娃娃吗 胡一笑道 嗨啊 我不是葫芦娃 我是小白的好朋友 当小白给洒水壶装了水 再次跑来时 刚好看到喜儿被胡一领回了家里 第1630张喇叭花 喜儿被胡一领到了家里 小白拎着洒水壶也跟了来 快来快来 坐这里 吃水果嘛 胡一热情地招呼两人坐下 给他们端来葡萄和李子 喜儿说 我们不吃 我们饱饱的了 我们是来工作的 给小葫芦浇水 为了表示自己真的不是为了吃的才来 他把双手背在了身后 胡一在他身边坐下 仔细端详他 笑道 哎呀小白我认识 但是你我不认识 你先介绍一下自己吧 模样可爱的小人儿 总是容易得到人们的宠爱 喜儿看了看小白 小白点点头 他才介绍自己 我叫谭喜儿 我子子叫谭锦儿 我前爹是张探 我家住在皇家村 我在小红马上学 我还有好多好朋友 他们是 胡一笑道 你 叫谭喜儿呀 这名字和你还真像 这喜庆的小模样 几岁了 喜儿又看了看小白 说今天七岁了 七岁了呀 看不大象的样子 哈哈 我真的七岁了 要不是小白 我都十岁了 小白是无语 胡一是纳闷 胡一看向小白 小白想了想 小声告诉他 喜娃娃吹牛的 他刚满六岁 但是你不要说出去 他会跟你吵架的 胡一笑而不语 点头表示明白了 吃颗葡萄吧 他捏了一颗紫色葡萄 给喜儿 但是喜儿摇头 表示不吃 我真的不是为了 吃你家葡萄才来的 我是和小白 来给小葫芦浇水的 喜儿再次声明 我知道 我当然知道 你帮我加的小葫芦浇水了 我请你吃一颗葡萄 表示感谢呀 那你先谢谢 小白World 喜儿指了指小白 出门在外 他还是比较听小白的 如果小白吃了 那么他也可以放心吃 来 小白 尝一尝奶奶家的葡萄 小白捏了一颗 吃在嘴里 告诉喜儿 给奶奶点面子 吃腮 喜儿这才小心翼翼地捏了一颗 这时候 老柳的秘书从书房出来 经过客厅时 朝狐仪打了一声招呼 又对小白和喜儿笑了笑 出了门 走了 老柳也从书房出来 在客厅晃了晃 瞟了间小白或喜儿 来到院子里 继续点小葫芦 以及其他的植物浇水 小白和喜儿 立刻拎着洒水壶跟上 三人凑成行 在院子里忙上忙下 画面其乐融融 让狐仪感到温馨 旋即又一阵失落 要是这俩是他家的小朋友 该多好 家里热闹又生气 人啊 一旦上了年纪了 就特别喜欢和小孩子待在一起 特别的怕安静 怕孤单 他和老柳只有一个女儿 女儿已经成家 生了一个儿子 小孙子前不久住了 一段时间就走了 家里玄机冷清下来 这会儿看到亲情会方家 一口气来了三个小朋友 两个小女孩可可爱爱的 不由羡慕不已 他回头真得提醒提醒下女儿 有条件就多生几个 浇完了水 小白和喜儿打算回去 老柳柳他们吃晚饭 但是两人拒绝了 狐仪便请他们吃了晚饭过来玩 再次被喜儿拒绝了 因为他要去找刘长江等人 摘桃子 还好最后一句话没说完 被机敏的小白捂住了他的小嘴巴 把他拖走了 出了门 小白抓喜儿就是一顿教育 偷桃子这种事怎么说出去 你还想不想活了 我想 我的头盔呢 别管你的头盔 记住了 以后不要乱说话 说话前要看我的眼色 小的不 小的 我的头盔呢 啥子头盔 我那么大一个头盔 喜儿双手笔画 极力张开 表示他的头盔有这么大 在房间里呢 小白 我们戴上头盔就能活下去 我给你也买一只头盔 小白白了他一眼 说他才不要 这么热的天带头盔 不怕热出废子吗 梅芳芳中暑了 都快要死了 小白举例梅芳芳 仅是谭喜儿小朋友 但是谭喜儿小朋友 左耳进右耳出 没当一回事 回家小白说 回家喜儿跟住 悄悄说 小白 这个奶奶家有糖果哎 你想吃糖果了 我没有辣吗说呀 我没吃 刚刚胡一家的零食 不止水果 还有糖果 只是糖果一直放在茶几上 胡一没有请他们吃 而是推荐了水果 没想到 谭喜儿小朋友眼睛间 发现了 没吭声 主人家没给 他怎么能要呢 太不好意思了 站住到 小白命令 谭喜儿小朋友站住 然后捉住他搜身 严重怀疑 喜娃娃兜兜里 藏了糖果 喜儿扑腾扑腾 拒绝搜身 但是奈何人小利气弱 反抗失败 只能气呼呼地说 我要是今天十岁 就不怕你了 小白 霍霍霍 这是啥子 小白没有搜到糖果 但是搜到了一朵喇叭花 嗨嗨啊 这是我捡的 刚刚在葫芦藤下捡到的 香 说着 喜娃娃把喇叭花放到鼻子下 陶醉地闻了闻 还请小白也闻闻 但是小白闻了后发现 什么味道都没有 哪来的香味 快丢了 不要放兜兜里 小白说 喜儿立刻把喇叭花藏在身后 紧接道 我不 我要送给大奶奶的 大奶奶不喜欢喇叭花 喜欢 每个人都喜欢花 两人一边拌嘴 一边回到了家里 张明雪已经回来了 正在给鸭子喂食 见到他俩笑道 两个小圆丁回来了 累不累啊 不累喜儿脆声说 小白想阻止他已经来不及了 还说看他的眼色形式呢 喜娃娃饱里饱气的 不累那就好 快来 鸭子交给你们喂 姑姑上了一天班 现在好累 没经历为鸭子 张明雪当起了甩手掌柜 把食物交给了傻愣愣的 喜儿 然后转身去了屋里 喜儿看住小池塘里的小鸭子 欣喜地对小白说 小白 你看 小鸭子 好可爱鸭 为啥子老叫我们干活 小白敌 狄姑姑不满 但是喜儿只关心小鸭子好可爱 小白先回到屋里 王小雨立刻投来求救的目光 只见她的小姑姑坐在沙发上 王小雨站在沙发后 正在帮她捏肩膀 刚在玩游戏的王小雨也被抓岔了 三个小孩子 一个都别想逃 都是小姑姑的掌中玩物 白天张明雪不在 不然白天黑夜 他们仨都没好日子过 秦惠芳从厨房走出来 腰间记住煮饭的围裙 见到小白问道 喜儿也回来了吗 喜儿在院子里喂鸭子呢 喜儿的声音同时从 外面 出来 大奶奶 我在喂鸭子呢 嗨啊 秦惠芳笑着出去看了看 叮嘱了几句才回来 见到张明雪压迫王小雨 训了她几句 把她喊去厨房帮忙 我才下班 好累 张明雪说 下班聚餐你就不累 一身的劲 谁说的 你朋友圈发的照片 当我看不到吗 两人进了厨房 王小雨立即搜的一下 跑了 到了院子里 还是和喜儿一起喂鸭子 更安全 待在屋里的话 不知道下一秒 会不会又被小姨捉走 厨房里 秦惠芳一直在张明雪眼前 晃来晃去 干嘛啊你 没干嘛 你头上怎么带了一朵花 哈哈哈哈 刚刚喜儿送给我的 让我插头上 怎么样 挺不错的 这是喇叭花吧 喇叭花也挺不错的 喜儿这孩子真讨人喜欢 没见过插喇叭花的 那我还没见过 你这么大年纪 还没谈男友的呢 我年纪大吗 再说 这是一回事吗 你赶紧找个人结婚 生个孩子 可以和小白 小雨喜儿一起玩 抓紧时间 我再怎么抓紧时间 也赶不上他们仨了呀 那你早干嘛去了 我不是一直在找吗 那你找到了吗 没呢 你想找什么样的 小白前几天 不是给你介绍了两个吗 两种完全不同的类型 聊过吗 张明雪立即转移话题 我爸今晚回家吃饭吗 他怎么还没回来 说曹操 曹操就到张慧的车 这会儿刚进了社区 正在往家里赶来呢 他今天还没见过喜儿 只是昨天听秦惠芳和小白提过 之前来过家里一次的那个喜娃娃 今天要来住几天 他现在已经不记得喜儿的模样了 只记得好像是个爱笑的小女孩 第1631章 喜娃娃被抓了 黑色轿车在夜色中穿行 门口的武警严肃地进了一个里 目送汽车进了小区 社区里已经开了路灯 树影婆娑 汽车在灯光与阴影中静静穿行 开车的司机和蔡秘书 安静得一路无言 今天的张书记 显得有很重的心事 上车后一直没说话 陈思主 汽车停在了家门口 蔡秘书见张慧坐着没动 便小声提醒道 书记到家了 张慧从陈思中反应过来 哦 就到了 他推开车门 从车中下来 蔡秘书已经先一步下了车 拎着包站在车边 忽然见到张慧手中空空 便立即打开另一边的车门 在座位上果然看到了一个迷你的竹篮子 提在手里 关上车门 张慧见状 说 差点忘了拿这个 给我吧 他从蔡秘书手中 接过迷你竹篮子 不放心地掀开盖在上面的薄纱 见到几只残宝宝 正在安静地吃丧夜 呵呵 他乐出声来 提着竹篮往家里去 同时让蔡秘书和司机回去 不用等在这里 晚上没事了 好的 书记 那我们先回去了 明早八点半 你有会要参加 我会七点半到家里来接您 好 知道了 张慧提着竹篮子 回到 家里 院子里的灯开了 屋里灯光明亮 传出小孩嬉闹的声音 家里有了小孩子 就是不一样 生气勃勃 让人心中温满 张慧不得不感慨 他确实上了年纪了 我去看看小鸭子吃饱了没 嗨阿贤 话音未落 忽然一个小身影 从屋里呛呛后退几步 一屁股坐在了地上 撞通了吗 张慧以为是小白 但仔细一看 是个更小之的小女孩 不用猜也知道 这应该就是今天来做客的 谭喜儿小朋友 喜儿皱着眉头 抬头看向张慧 见不认识 便只是呵呵笑 摇摇头 表示不痛 他双手撑地 从地上爬了起来 拍拍小手 反而问张会被撞得痛不痛 张慧呆了呆说不痛 你没事吗 喜儿摇摇头 嗨阿贴笑 说 我要是戴了我的头盔 我就不会被撞疼 只是他没想到 在家里也这么危险 所以他没有戴头盔 要是他戴了 说不定 他就不会被撞翻在地上了 是小白不让他戴 说傻乎乎的 喜娃娃你拉个了 小白从屋里出来 关心了检查喜儿的小手 好在没有磨破皮 这是大爷爷 小白给喜儿介绍 喜儿看了看 甜甜地喊了一句大爷爷 然后立刻自我介绍 我是谭喜儿 我子子是谭锦儿 我前提是张探 我来你家做客了 我会乖乖的很听话的 张慧笑着说了句 欢迎你 上次你 来过的 不要见外 当自己家里 便领着喜儿进了屋 他直接去书房 放公文包 忽然想到什么 把手中的迷你竹篮子 交给小白 小白给你的 啥子嘛 小白揭在手里 和喜儿一起打量 喜儿看了一眼就开溜 毛毛穷好可怕 不是毛毛穷 窝卜 是毛毛虫 是不是 不是 是残宝宝 尽管小白说是残宝宝 但是喜儿依然不敢去看他 怕着东西 当张慧换了衣服 从书房出来时 秦慧芳问他 从哪里弄来的残 张慧说 是今天到基层调查看到的 便向主人家要了几条 带回了家 以前他看到小白 对养残很有兴趣 所以他记得了 小白确实对残宝宝很喜欢 以前在小红马就养过 后来变成了茧 茧又变成了飞蛾 飞走了 小朋友抱着竹篮喜滋滋的 看残宝宝吃桑叶 吃得津津有味 就喊喜儿过来 让他看一看 向李白白吃桑叶子 是 喜儿根本不敢过来看一眼 但是这不妨碍 他附和小白的话 小红马的小朋友都知道 李白白喜欢吃桑叶子 怎么说他都不敢 还喊小朋友一起吃 都不知道怎么说他 哈哈哈哈 小白抱着竹篮哈哈大笑 乐得不行 张慧这礼物送对了 小朋友很开心 他表示很有成就感 秦桧方喊大家吃饭 今晚他做得很丰盛 吃饭前先举杯 一起欢迎谈喜儿小朋友 小朋友喝的是小熊饮料 喜儿也跟住高高地 举起小杯子说 欢迎我 家里响起笑声 被天真的他逗乐了 吃了晚饭 秦桧方提议大家去散步 难得的是张慧竟然也加入了 以前他总是吃了晚餐 便在院子里摆弄他的农作物 完了就进书房 不知道在里面捣过什么 小白 王小宇和喜儿 嘀嘀咕咕商量后 决定同意去散步 只不过散步了一阵子后 他们便跑了 跟住刘长江等人跑去玩了 秦桧方再三叮嘱 让他们早点回家 小孩子应了一声 就跑得没了影 一行小孩在人工湖边会合 嘀嘀咕咕一阵商量后 摸到大桃树下 对桃树上的大桃子垂涎欲滴 不是没吃过大桃子 而是喜欢自己上述摘的 尤其是偷偷摘来的 刘长江给大家分工 胡乱一通 一看就是有勇无谋的类型 还是焦大帅有些谋略 给大家分好工 上述的人是焦大帅和小白 小白是自告奋勇要上的 这孩子跃跃欲试 准备展现一下自己的强项 放松的千里眼和顺风儿 在树下捡桃子的是喜儿 小王和王小宇 以及刘长江 说完就开钱 小白先上树 好家伙 三两下就窜上去了 喜儿站在树下给他加油 被刘长江提醒 不要招来了人 他立刻捂住自己的小嘴巴 焦大帅紧跟在后 也跟住爬了上去 千里眼和顺风儿 这对兄弟向刘长江打包票 一定监视好周围的风吹草动 一有状况 马上通报 说完 他们就散开侦察去了 喜儿等人站在树下等住 没一会儿 就有桃子丢了下来 大家赶紧捡 但是树林里光线暗淡 桃子丢下来后不容易发现 需要在地上摸索 树上好像丢了好些桃子 但是树下的人摸索了半天 才捡到五六个 这时候 一阵鸟叫声传来 是千里眼赶来了 对了暗号 提前告诉他们是自己人 有人来了 快跑千里眼说了一声 就开溜了 至于顺风儿 直接就原地盾了 刘长江一听 愣了愣 紧接住修的一下就跑了 树上的两人也火急火燎地下树 昏暗的树林里看不太清 小白下树后就看到有大人 提着手电筒往这里走来 他匆匆扫了眼四周 没见到喜儿和王小宇 猜想应该是王小宇带着喜儿先跑了 于是他也开溜 小白直接一口气跑回了家 家里秦慧芳等人已经回了 他进屋一看 王小宇也在 但不见喜儿 他用眼神看向王小宇 王小宇也疑惑地看住他 小白见状 心说这样子 遭了喜娃娃是丢了 还是被抓了 两人眼神对视 默契地溜到卧室商量 王小宇第一句是 喜儿被抓了 会不会把我们供出来 第1632章做大侠的 不能不讲一起 听到王小宇问喜娃娃 被抓后会不会供出他们 小白直接怒了 敲了敲他的脑扩子 这个时候还在担心这个 却不担心喜娃娃会不会走丢 王小宇连忙道歉 问小白怎么办 我们快去找塞 小白说 要告诉外公外婆吗 先等等 我们先去找 两人从房间走出来 敲咪咪地蹭到屋外 出了门后就一路飞奔 他们先是跑到了树林里 找到了那棵大桃树 喜娃娃 他们四周转了好几圈 也没看到喜儿的影子 王小宇问 会不会是刘长江 把喜儿带走了 我们去找刘长江 你带路 小白跟住王小宇找到刘长江家 也是合章会家一样 带着院子的别墅 他们刚在想怎么喊刘长江出来 忽然听到大门外传来一声 小白 是刘长江出来了 他担心事发 就躲在大门后观察 没看到有保安追过来 到时看到了小白和王小宇追来 刘长江 你有看到我家喜娃娃吗 小白急切地问 刘长江溜出来 文言愣了愣 摇头说 没看到 我跑的时候 好像看到喜儿还在 他怎么了 走丢了吗 嗯 小白已经心 不在 这里了 想要快去把喜娃娃找回来 王小宇告诉刘长江事情 刘长江文言说 会不会是焦大帅下树逃跑的时候 把喜儿也带走了 小白和王小宇一听 都觉得很有可能 焦大帅和小白一同上树的 焦大帅先下来 之后才是小白 而小白下来之后 就没看到喜儿了 所以确实有可能是焦大帅 带着喜儿跑了 他家住哪里 小白问 跟我来 刘长江带头 三人匆匆赶到焦大帅家 焦大帅不向刘长江 心虚地躲在门后面观察 刘长江朝院子里 大喊了三声焦大帅 焦大帅才匆匆跑了出来 你们被抓了吗 焦大帅第一句便问 刘长江说 没有 我们没被抓到 但是喜儿不见了 你有看到吗 喜儿不见了 我没看到他焦大帅说 小白急切地问 你爬下树的时候 有看到喜娃娃吗 焦大帅回忆片刻 摇头说没看到 他下树的时候 底下的小伙伴们 已经跑没引了 一个没胜 当时把他吓得手脚并用 恨不得生了四条腿逃跑 馋馋 小白嘀咕 刘长江又说 那我们去问问小王 焦大帅听说喜儿不见了 也加入了寻人队伍 一行人先是来到小王家 把小王喊了出来 喜儿没跟我走 但是我看到了他 他跑得比我还快呢 我往这边跑 他往那边跑 小王说 那边是哪边 焦大帅问 你说清楚 我们怎么知道是哪边 小王想了一下说 是千里眼和顺风儿那边 那会不会跟住千里眼 和顺风儿跑了 王小宇说 快去找他们问问 小白立刻拔腿就走 但立刻想到 自己不知道 那两兄弟住在哪里 这次还是刘长江带头 小王家里 传来他妈妈 喊他去睡觉的声音 但是小王毫不犹豫地 跟住小白他们跑了 也加入了寻找喜娃娃的队伍 那么可爱的喜娃娃 可不能弄丢了呀 他们这些人中 喜儿的年龄最小 像小妹妹似的 要是弄丢了 那就是他们没有保护好 千里眼和顺风儿家 就在小王家不远处 很快就到了 刘长江学鸟叫 放出暗号 大门后传来警惕的声音 谁 长江长城 刘长江 大道 小白瞄了瞄他 他瞄的还搞暗号呢 看来平常没少钱 换是呀 门开了 千里眼和顺风儿都出来了 探了探脑袋 看到小伙伴们都来了 吃了一惊 以为是带队来抓他们的 好在 刘长江及时告诉他们 没有事发 但就是喜儿不见了 你们有看到喜娃娃吗 小白问 千里眼说 看到了 喜儿跑得跟兔子似的 好快 顺风儿也说 我们追都追不上 小白问 他往哪里跑了 千里眼说 往我们相反的方向跑的 顺风儿说 我们喊他不要往那边跑 但是他不听 一下就看不到了 他跑得真的很像小兔子 小白 哦 那个憨憨儿 不会被抓住了 刘长江沉着脸点点头 很可能被抓了呀 焦大帅说 来抓我们的人 就是喜儿跑的那个方向来的 他怎么往那里跑 王小雨也纳闷 喜儿跑得怎么这么快 他是我们中 最先开溜的那个 小白听到这 眼珠子转了转 抓了抓西瓜头头 拉个半呢 我们要去找保全大叔 要洗娃娃吗 焦大帅说 我们要是去找 会不会把我们也都抓起来 王小雨更担心的是 喜儿可能已经把他们供出来了 喜儿想什么就说什么 他不说谎的 千里眼 那我们完蛋了 顺风儿 可糟了 小白说 那也必须去接喜娃娃回来呀 你们去不去 不去我和王小雨去 刘长江咬咬牙 坚定地说 当然去 做大侠的 不能不讲义气 焦大帅本来想打退汤谷的 一听刘长江这话 也鼓起勇气道 一字当头 没了义气 还算什么男子汉 小王 是兄弟 就要有难同当 一行人达成共识 要去虎学找回喜儿 他们沿着道路 往保全市走去 现在已经是晚上九点了 小区里的人少了许多 显得很安静 风吹引动 树叶发出刷刷的声响 他们沿着路边 走在一排排大张树下 情绪高涨又悲壮 彭扶像是去单刀附会似的 此去凶多吉少啊 焦大帅低沉地说 我爸爸要是知道我偷逃 一定要打我的 小白鼓励他 你会功夫 你怕谁呀 焦大帅会十三路弹腿 就连张探都有信心一较高下 但是 焦大帅 我爸爸会十四路 弹腿 他留了一腿 没有教我 我打不过他呀 说到这里 小王也深有同感 他会的是行一拳 行一拳有十二行 但是他只学了十一行 我爸爸没有教我龙行 那个才厉害呢 我要是学会了 梅芳芳的金钟罩铁布山 也能打破小白说 那意思就是 你爸爸会用龙行 打你是不是 小王悲凉地点点头 千里眼和顺风二 包括刘长江都说 事发他们都会挨打 小白算是明白了 这些人平常在外面风光豪横 但是在家里其实都没什么地位 一犯错就挨打 惨兮兮的 你们好可怜 小白不由怜悯他们 刘长江问 小白你呢 你会挨打吗 不会 小白催生回答 偷逃也不会 刘长江不相信 不会 我老汉会跟我谈心 小白说 大家不由羡慕不已 这时候 王小雨补充一句 我舅舅生气了会打人 不打小白 打他自己 因为他没教好小白 啪啪的众人 刘长江羡慕的口水 都要 刘了 他在家里不只要挨爸爸的揍 更多的时候 甩他搁的揍 他就是活在底层的小货色 没有人权 就在几人聊天时 忽然顺风耳低呼一声 是保全的巡逻车来了 快躲起来 在他们身后 开来了一辆巡逻的电动车 这车四面敞开 低速前进 小白等人 已经躲到了路边的大张树后面 目送这车子 悄无声息地开过来 又开离开 忽然 他急住路灯 看到那袋巡逻车上 坐了两个保安大叔 一个在开车 一个在说话 他说话的对象是 喜娃娃 喜娃娃坐在车上 悠哉悠哉的 手里拿着一个大桃子 正在啃食 第1633章 蒙集正义 喜娃娃 小白从大张树后跳出来 喊了一声 正在啃大桃子的喜儿 立即听到了 看过来 欢快道 小白 开车 个保安大叔 缓缓停下了车 喜儿从车上下来 你慢点小祖宗 别摔脚了 那个陪喜儿说话的 保全大叔紧张到 先一步跳下了车 扶住喜儿下来 直到喜儿落地了 他才敢松手 就怕这小姑娘摔一跤 他不好向张书记家交代 他们今晚巡逻 发现有人偷桃子 立即过去查看 远远地听到桃叔那里 兵荒马乱的 刚要过去抓人 就遇到了一个 自投罗网的小姑娘 直直地撞到了他们腿上 并傻乎乎地说 糟了 我被你们抓到了 嗨啊 人家保全大叔 想不抓都不行了 不过 被他插壳打混 耽误了时间 待他们过去时 桃树下已经没人了 都逃光了 小妹妹 你们在这里干嘛 他们问这位 自投罗网的小姑娘 其实只是例行公事地 随便问问 打算问两句 就把人放了 这社区住的都是大人物 他们这些保全 哪敢抓人啊 有时都是好言相说的 更别提这里的小孩子 哪里是小孩子 明明是小组 大人物可能不会 跟他们计较太多 但是关于小孩子的事情 做家长的 没有不计较的 所以但凡涉及到 小孩子的事情 他们都是小心翼翼 确保妥善处理 喜儿听到问话 犹豫了一下 耿住脖子 慷慨复一事地说道 我是不会说的 哼 混江湖的 要讲义气鸭 为了表明自己真的很 讲义气 坚决不会说 他把小手背在了身后 抬头挺胸 小下巴高高地昂起 还把刘长江 总是挂在嘴边的话 拿了出来 这一刻 他就是义气 义气就是他 见他竟然还是一位 这么讲江湖义气的 好孩子 保安大叔就说 是不是在偷桃子 哼 喜儿把脑袋 撇到另外一边 有些心虚了 偷桃子是不对的 偷东西的小朋友 学坏了 一定要改正 还有 不说真话的小朋友 就是坏孩子 喜儿一听不说真话 是坏孩子 立即就被击溃 那心理防线 老实交代道 我们在偷桃子 保全大叔愣了愣 这转得这么突然的吗 差点闪到老妖 这才是好孩子 几个人啊你们 我要讲义气 不能说这么多 我是不会告诉你的 哼 喜儿心中有两股势力 正在做斗争 一股说要讲实话 一股说要讲义气 一会儿讲实话 占领上风 一会儿讲义气 占领上风 这不是讲义气 这是包庇坏孩子 是纵容 对那些孩子来说 也是坏事 因为他们意识不到 自己做错了 哦 六个小孩子 显然 现在是讲实话 占领了山头 喜儿竖起右手 张开五根手指头 旋即又把左手的食指也凑过来 不对 是七个 六个还是七个 因为分不清到底是六个还是七个 喜儿掰住手指头一个个计算 我是喜娃娃 我的妹妹小白 我的好朋友王小雨 还有会功夫的焦大帅 刘长江 小王 千里眼和顺风儿 窝 是八个呢 还害啊 宝全全部记下来了 除了喜娃娃和小白不认识 其他几个都知道 尤其是刘长江 焦大帅那几个 常客啊 这小区里谁不知道 窝还有 还有梅芳芳 喜儿补充 人家梅芳芳压根没来 但是因为刘长江说 要摘一些桃子给梅芳芳吃 送去看望她 所以喜儿就把她也算进来了 梅芳芳是吧 记下来了 宝全大叔不知道梅芳芳生病了 在床上躺住 听眼前小女孩的意思 显然梅芳芳也参与了 真是锅子从天上来 不背也得背 不过 梅芳芳应该不会介意 甚至她会很高兴 她可是练了金钟罩铁布山的 一身的硬弓 把自己保护得很好 平时就喜欢炫耀自己的硬弓 经常大喊 是兄弟就来砍我 现在喜儿来了 给她闷头一锅 花了 恩恩喜儿连连点头 宝全大叔又说 这大晚上的 你们爬树 很危险知道吗 这么高 要是掉下来怎么办 会摔伤的喜儿连连点头 小鸡啄米似的 既然已经说了 那就说个痛快吧 这会儿 蒋义气已经被蒋实话打扁了 刘长江说 不用担心 我们会好好的 玄机 她开始现场还原 当时是怎么分工操作的 她和王小宇 刘长江留在树下捡桃子 窝 还有小王 小白和焦大帅爬上树去了 爬树是小白的强项 喜儿补充了一句 然后想要现场示范爬树 不过爬了两下 没能上去 被保安大叔劝止了 喜儿接着说 然后是千里眼和顺风儿 他们是放风的 他们说 不好了 有保全大叔来了 大家快跑 喜儿活灵活现的示范 千里眼是怎么通风报信的 我就开始逃跑鸭 小白老是坑我 我可不会再上当了 喜儿有些得意 觉得自己这回跑得贼快 没有被小白坑到 他示范给保安大叔 他是怎么逃跑的 小兔子似的 一溜烟就窜到远处了 再一眨眼 消失在树林里 保全叔叔一愣 这是趁机开溜了 他们连忙跟过去 这小女孩 可别就这么眼睁睁的 在他们眼皮子底下溜了 不然他们会被笑死的 还好喜儿是个实在人 她没有跑 而是站在被抓的地方 等待他们 我就是在这里 被你们抓到的 嗨阿贤 两个保全哭笑不得 这世界真的有这么可爱 天真的小孩吗 天真的让他们 不忍心责怪半句 蒙及正义 他们只能喊来喜儿一起 把桃树下丢下来的桃子 一一捡起来 装在袋子里 小妹妹 你是住在哪里 我们送你回去 什么追责不追责的 他们压根就没想过这事 没那胆子 你能你去 刘长江家 往前走 九号别墅 去 喜儿知道自己住在大奶奶家 但是不知道在哪个位置 也不知道大奶奶的名字 我和小白住在一起 她只知道小白 但是小白是谁 保全们并不了解 我还跟王小雨住在一起 王小雨他们倒是听过名字 但是一时半会也想不起来 是谁家的孩子 鉴于谭喜儿小朋友 不知道家在哪里 保安大叔便带他先回保安室 查到了王小雨这个人 也查到了小白 这才知道 原来是张书记家的孩子 快点把小祖宗送回去 保全队长焦急不已 现在已经晚上九点半了 张书记家 肯定已经焦急地在找人 他亲自开车 载着喜儿回去 见他喜欢吃桃子 就把捡来的桃子 全部装在袋子里 喜儿给他拿上 这才有了开头那一幕 被小白等人撞见 瓜娃子你跑哪里去了吗 小白狠狠地训了几句喜儿 喜儿还啊夜笑 送他吃桃子 这是我们摘的桃子 好甜呀 大家都来吃呀 喜儿一边说 一边给小伙伴们发桃子 一人一个 谁也别想溜 众人 保全就在眼前呢 但是桃已经逃不掉了 毕竟已经被看到了 跑得了 和尚跑不了妙 还好 保全队长没有说什么 只是提醒他们 不要爬树 很危险 然后就带着他们 一一送回去 先送的是小白 和喜儿等人 果然啊 秦桧方和张慧站在门口 准备出门去找人呢 第1634章 恨铁不成钢 干嘛去了你们 秦桧方问 没事 就是玩 小白满不在乎的说 玩到这么晚才回家 秦桧方目送小白 王小宇和喜儿进了家 张慧则感谢了保安队长 把人送回来 保全队长连忙表示 没什么 小事一桩 回到家里 张明雪也问小白 等人干嘛去了 一个个满头大汗的 没事 就是玩小白说 人手一个桃子 摘桃子去了 张明雪眼睛间 一眼就看到了三人手里的桃子 嗨阿贤 喜儿 傻笑 小白连忙捂住他的小嘴巴 把他拖走 担心这憨憨儿 又全部交代了 秦桧方跟过来 喊他们去洗澡 衣服已经帮他们准备好了 放在浴室里了 喜儿先去了 秦桧方跟进去 准备照顾小朋友 但是下一刻 他就哭笑不得的出来了 因为喜儿紧紧抓住自己的衣服 不让秦桧方拖 必须出去了 他才脱光洗澡 不管秦桧方怎么说 人家小朋友就是不肯 秦桧方哭笑不得 只能出来 让张明雪去试试 或许漂亮姑娘喜儿 就会同意呢 张明雪去得快 回来得更快 不让 那样子 好像我是采花大道似的 小豆芽 这时候 小白暗戳戳地笑着 抱着自己的衣服 往浴室走去 我跟喜娃娃一起搓澡澡 他进去了 没有出来 看来喜儿是准了他 这时候 秦桧方放在茶几上的手机 响了起来 张明雪发现了 拿起来说 是张探的电话 秦桧方接过 和张探聊了聊 张探关心小白和喜儿 睡觉了没 本来想和他们说说话的 得知两个小女孩 洗澡去了 你是明天回来吗 秦桧方问 对 明天下午回来 大概傍晚到 好 到时候过来吃晚饭 行 对了 这个周六五电影上映 你们都来参加首映里吧 这次去北平 张探就是盲星电影上映的事 电影碰然心动 原定于暑假上映 这次张探去北平 已经把前期的准备工作 全部搞定 等待周六便可 秦桧方听到这个消息很高兴 和张探聊了许久 直到喜儿和小白 在张明雪的催促下 从浴室里出来 手机才交给了他俩 人家电影里 十六七岁的女孩子 都知道谈恋爱 你这个二十五六的人 还单住 秦桧方一言不合 就向张明雪抱怨 见张明雪不说话 秦桧方继续说 张探邀请我们去参加电影首映里 小女孩谈恋爱的电影 我和你爸爸就不参加了 你去吧 好好看看学学 张明雪挺乐意去参加电影首映的 他之前参加过张探的 墨地的首映里 感觉很新奇 不过 他对妈妈说的话很不满意 我不谈恋爱不是我没人要 而是我要求高 没找到合适的 母女俩半嘴 不欢而散 小白把手机交给了喜儿 喜儿和张探聊助天 她则坐到秦桧方身边 悄悄地拍着胸扑说 大奶奶 交给我塞 我给小姑姑找个男朋友 你不要伤心 包在我身上塞 秦桧方笑着摸了摸小可爱的脑袋 小可爱真会安慰人 直到关心别人了 当然 他没有把小白的话太放在心里 只当是安慰的话 你头发湿湿的 我给你吹一下 同时 大晚上的 刘家正在打孩子呢 不做不死的刘长江正在挨打 打他的是他哥刘黄河 敢偷我的钱 不敢了不敢了 我的妈呀要被打死了 刘长江嗷嗷叫 他哥是真的打 不久前 刘长江向他哥要钱 请求支援 他哥不给 要他滚蛋 前不久当众嘲讽他的事 还没算账呢 怎么可能给钱 给一巴掌差不多 刘长江滚蛋了 趁他哥上厕所的时候 到他房间里乱翻 发现了抽屉里的五百块钱 恶像胆边生 摸了两张 刚要拿走 他哥竟然回来了 你骗我 刘长江哀嚎 他哥明明说是要上大号 结果这么快就回了 明显上的是小号 不管怎么样 反正刘长江是抓个正柱 然后被他摁在床上一顿揍 打完了 刘黄河让刘长江快点滚蛋 他要睡觉了 但是刘长江撒赖 赖在他床上不肯下来 坚称要给点医药费 我屁股都开花了 哥你打的是真狠啊 你的螳螂拳是不是到了画境啊 你真牛逼 我服了 滚 少拍马屁 哥 我 觉得你要赶上我们罢了吧 你这么厉害 贝贝姐知道吗 少废话 快走 我要睡觉了 哥 给我点钱吧 你不有钱吗 不够啊 你看 我只有五十块 刘长江从兜里掏出了一张五十的票子 哭穷 你要这么多钱干嘛 我要买漫画杂志啊 这个礼拜轮到我买了 要多少钱 一本三十块钱 我要买六本 哦不对 要买九本 顺便给小白 喜儿和王小宇也买一本 你还挺讲义气的 混江湖的 必须讲义气 何况我当大哥呢 你应该有钱啊 吃吃喝用完了 滚出去 这回刘黄河没有给面子 把刘长江轰了出去 刘长江为此彻夜难眠 他们每个礼拜都会买漫画杂志 追读杂志上的一些漫画 像是现在在追的就是七龙珠 已经到了欲罢不能 欲死欲先的状态 每个礼拜杂志一上架 他们立刻就会去买 以前他们轮流购买 这个礼拜轮到了刘长江 结果他晚上检查自己的钱 发现钱不够了 花了太多 所以才不得不死缠烂打他哥 没钱买杂志 他这个当大哥的很没面 他更不好意思去找兄弟们凑钱 突然想到那天买烧鹅 小白掏钱请客的样子 好像是个有钱的主 刘长江打定主意 明天一早就去找小白画园 请他支援支援 没钱给兄弟们买漫画杂志 他就丢大脸了 隔天一早 还没吃早餐 刘长江就迫不及待地出门了 溜达到巷子里时 刚好看到张慧的专车停在门口 蔡秘书等在车边 蔡秘书立刻就看到了刘长江 认出这是高官的小孙子 笑着问候了一声 刘长江哈哈笑了一声 溜达了门口 往里面探望 张慧还没走 他不敢进去 小孩子中人人都怕严肃的张慧 以及隔壁的老柳 他在院子里没看到小白 看到了正在喂鸭子的喜儿 便招手叫来喜儿 问喜儿有没有钱 在他想来 小白有钱 喜儿应该也有钱 他要向喜儿借钱 喜儿在裤袋里 衣兜里到处掏 掏出了四个硬币 一共三块五毛钱 嗨啊 给你 真的给我呀 给你呀 你不是没钱吗 谢谢你呀喜儿 我买了杂志 也送给你一本 嗨啊 也好 你去把小白叫来 喜儿跑去喊小白 刘长江回头一看 看到蔡秘书对他似笑非笑 嗨嗨嗨 刘长江强势镇定 这个蔡秘书一定看到了他刚才的行径 这时候 喜儿领着小白来了 小白的西瓜头头还是乱糟糟的 神态慵懒 看起来是还没睡醒 他看到刘长江 不耐烦地问 啥子是 刘长江有求于人 毫不介意这恶劣的态度 笑呵呵地说要急钱的事 这时候 喜儿说他已经借钱给了刘长江 小白一听 本来打瞌睡的眼睛瞬间冒出金光 一听到刘长江骗了喜娃娃的钱 瞬间跳起来 要打刘长江 刘长江被突然暴跳如雷的小白 吓一大跳 吓得抱头鼠窜 这一刻 他完全忘了螳螂拳 刘长江被小白撵了好远 小白才恨恨地返回 抓住喜娃娃一顿教育 恨铁不成钢 傻乎乎的 怎么就把零用钱给了刘长江呢 站在车旁的蔡秘书全程看呆了 坐在车里的司机也是嘖嘖称奇 这张书记的侄孙女是真厉害 书记家的小孙子小霸王似的 在这小区里一向横行无际 没想到既然被他撵狗子似的 第1635张买漫画 喜儿被小白一路教育 耳提命面 但是小白见着憨憨耳一副傻笑的 不以为意的样子 顿时气不打一出来 这小家伙还不当一回事 你就不听我的话散发 小白气道 为了这个喜憨憨耳 他真是操碎了心 昨晚刚走丢 天一亮才起床就又被骗了钱 就是不让他省心 我都十岁 喜儿弱弱的但倔强的反抗 哼 你还没有大呢 缠缠你 十岁个铁锤 我真的十岁了压道 小白不跟他在这个问题上纠缠 因为不会有结果的 遇到小马谈喜儿 那是拉也拉不回头的 你就说 你听不见我的话马 到小白问道 为了避免喜儿真的说不听 他连忙助捕了一句 我老汉 你前爹 还有你姐姐 都让你听我的话 我听呀 喜儿迈着小碎步 跟在小白身边 但是因为小短腿太短了 走路有点跟不上小白 所以总是落后半步 那你小的不能给刘长江钱不 为啥子不能脸 喜儿脸上挂满了问号 在他看来 刘长江缺钱 而他有钱 那就借给他呗 你拉个小的 刘长江是真的莫有钱脸 他会还给你吗 会 呀 他缩了吗 没有缩你 没有缩你那么大声干嘛 俺 俺超级有力气 搞锤子 不要说俺 我想唱歌 小白不搭理他 继续顺着自己的话说 你今天被骗了钱钱 下次你就被骗走了 你丢了 我是谭喜儿 我子子是谭锦儿 我干爹是张探 我两个会走丢呢 小白 你是不是搞错了 我都不晓得 郎哥说 你你要是不会走丢 郎哥昨晚找不到家呢 天太黑了呀 嗨嗨啊 两人一路拌嘴 到院子里 秦惠芳听到了 问道 怎么一早就吵架了 小白告状说 喜儿一大早 就把钱借给刘长江了 秦惠芳惊讶 但不是惊讶 喜儿把钱借给了刘长江 而是惊讶小喜儿 竟然还有钱 喜儿嗨啊嘿大笑 得意地说 那是他的零用钱 是我帮子子工作赚的呢 秦惠芳笑道 那你可真厉害 就知道帮子子干活了 嗨嗨啊 可是我一点也不骄傲呢 说着不骄傲 实际上 骄傲的尾巴 都翘起来了 小白说 那好了了 你干活赚的钱钱 被刘长江骗走了了 喜儿纠正 不是被骗走了 是挤给长江哥哥的 他要钱钱干事呢 小白瞪他 恨铁不成钢 饱里饱气 我都不晓得拉个索你 他不想 再管喜儿了 早晚会被这娃娃气死 这是教不会的小猪 他回到屋里刷牙洗脸 但是喜儿紧紧地跟在身边 巴拉巴拉一直和他说话 不管小白怎么强调 不想跟他说话了 他依然自顾自地唠叨 另一边 刘长江没能向小白借到钱 还差点被打了 不由沮丧不已 大早上的 他就在社区里游荡 愁眉苦脸的 忽然 他看到一道金影出现在前方 追上去一看 是崔贝贝 贝贝姐 早安你要去干嘛 刘长江追上去搭画 崔贝贝没有化妆 纯天然 素颜 像水仙花 清新可人 难怪刘黄河为他注迷 是长江呀 你怎么这么早就起床了 我去取包裹 哦 刘长江刚想说什么 忽然一激灵 记上心头 他扭头就跑了 崔贝贝还在纳闷呢 怎么话才刚说 人就跑没影了 刘长江一口气跑回了家 气喘吁吁 直奔哥哥的房间 哥哥哥你人呢 房间里没有见到他哥的影子 床铺上乱糟糟的 被子没有叠 看起来应该还在睡觉 刘长江立刻来到卫浴门口 推门就要进去 但是门锁了 里面传来刘黄河的声音 刘长江 我在里面 哥 我知道你在里面 我要进来 我急 你急也要等我 你不开门我就撞进来 除非你给我两百块钱 不然呢 撞开门 对啊 不是那个意思呀 哥 刘黄河猛然打开门 出现在刘长江面前 刘长江立刻改口 一大早你就欠揍 是不是 给我一个不杀你的理由 哥 我看到贝贝姐了 她去一战取包裹了 真的 骗你我是小狗 你没少学狗教 骗你我就自费武功 刘黄河这才相信了刘长江 匆匆到房间里换了衣服 往头发上打了发辣 赶紧出门 刘长江拦在她面前 伸手要钱 提供了这么重要的情报 不给情报费说不过去吧 刘黄河赶时间 丢给她一百块 是两百 爱要不要 刘黄河出了门 春风得意 春心荡漾 忽然 她心情不爽了 因为刘长江 狗皮高耀似的跟了上来 你还跟来干嘛 我也去驿站取包裹 你有个鬼包裹 真的有 我帮妈取的 刘黄河一心赶她走 但是刘长江怎么说都不走 直到快到驿站了 刘黄河无奈 只能再丢给她一百块钱 这才把刘长江打发走了 我吃了早餐 再来帮妈取包裹 刘长江喜滋滋地跑了 这下她买漫画杂志的钱凑齐了 她立刻就要去找伙伴们吹牛炫耀 不要来烦我了 否则我见一次打 刘黄河朝她喊道 钱到手了 刘长江也硬气了 对道 我还不想见到你 你又不帅 你还穷刘黄河做事要追上去扁他一顿 刘长江跑得快 兔子似的溜了 扑通 哥 行行好 再帮我一次吧 给我两百块钱 呜呜呜 我太惨了 我的钱丢了 呜呜呜呜呜呜 刘长江跪在床边 像躺在床上刷手机的刘黄河恳求 哈哈哈哈你活该 你不是说不想见到我了吗 还骂我不帅 穷 那不是真心话 那是气话 哥 对不起 不用说对不起 真的 哥你真好 收起你的对不起 快给我滚 哥 哥哥 这回不管刘长江怎么低三下四的恳求 刘黄河都坚决不再上他的当 把他打了一顿 碾了 刘长江无奈 只能向他妈要钱 要求预知一点压碎钱 预知可以 明天一天不能出门 在家做暑假作业 能做得到吗 不能 那压碎钱不能预知给你 那是我的钱 呵呵 后天 我后天不出门 在家做作业 真的 骗你我就是狗 刘长江终于凑齐了买杂志的钱 回头便拉帮结派 一副有钱人的模样 跑到社区门口 请门口的保安大叔 帮他们到路对面的报庭 买了九本大唐幻夜漫画杂志 回头便把漫画杂志发给大家 还把喜儿的三块五还给了他 喜儿一手拿了钱 一手拿了漫画杂志 喜滋滋地教育小白 小白你看 刘长江还我钱了 嗨阿亦尔我还有漫画呢 第1636章就是这个人画的 我喊他来 刘长江确实挺大方的 三十块钱一本的大唐幻夜杂志 他一口气买了九本 其中六本是给他的兄弟们买的 这无可厚非 毕竟这是他们轮流购买 每个人都会轮到 但刘长江既然大方的给小白 王小宇也买了 就连喜憨憨都收到了一本 他连字都不认识几个 好看 好看 真好看呀 还嗨阿 喜儿一边翻阅杂志 一边连声称赞 最后得出结论 这是一本好杂志 迷失的刘 你买的杂志棒棒呀 刘长江一脸猛圈 什么迷失的刘 说他 刘长江等人收到杂志后 立刻就找了社区里 一张长椅坐下 迫不及待地看了起来 大唐幻夜漫画杂志 每周出一期 上面有不少的连载漫画 不过当前的门面漫画 飞小红马漫画工作室制作的 《七龙珠》莫属 这部《七龙珠》从三月开始连载 一经面试 就吸引了许多读者 如今过了好几个月 《七龙珠》累计的读者规模 十分庞大 是大唐幻夜杂志 毫无争议的支柱 刘长江等人 看得如鸡似渴 脸色潮红 激动得难以自己 时不时嗷嗷叫 比划手脚 一个个中了魔似的 喜儿看得稀里糊涂 悄悄问小白他们怎么了 连王小语也磨正了试的 一群憨憨儿 小白嘀咕 他算是明白了 还以为这群刮娃子 是看什么漫画呢 原来是他家的《七龙珠》鸭 这部漫画他知道 他在漫画工作室里 看过别人绘画 《七龙珠》是由 小红马工作室 第八工作组制作的 组长是杨虎 一位去年年底 才挖掘的漫画人才 由新小光推荐的 杨虎领衔的第八工作小组 因为《七龙珠》一举成名 啊 为什么就没有了 为什么 这是为什么 刘长江大叫 一会儿就看完了 才刚上头呢 就没了 也太短了吧 焦大帅也看完了 一副意犹未尽的样子 他是从头翻阅 我再看一次 这时候千里眼忽然说 快看一帮人无皇任谈 顺风二 啊 我打打打打 走江湖的 谁有我厉害 刘长江等人一听 顾不上再看一次七龙珠了 赶紧去找一帮人 无皇任谈 这部漫画是新的 上上周开始连载 才两期 但是已经凭级暴力美学 而稀粉无数 是一些人眼中的极品 看漫画作者的名字就知道 徐启哲 之前的成名作是 剑豪生死斗 而这部一帮人之无皇任谈 更进一步 个人风格极为浓厚 啊 焦大帅惨叫一声 把喜儿吓一跳 从没见过焦大帅 会这么正名 为什么没有 为什么 你们找到了吗 我也没找到 刘长江说 我也没 没有 这期没有 这里有 在哪里 大家都围到了千里眼身边 千里眼指了 纸漫画上的一行 小小的通知 通知说 一帮人无皇任谈 连载两期后 不再连载 八月一日将发行单行本 见识书迷可以直接购买 刘长江等人气得半死 把杂志摔在地上 恨不得踩两脚 但是又舍不得 一行人沮丧不已 气龙珠短也就罢了 一帮人之无皇任谈 竟然直接不连载了 刘长江觉得 自己的钱白花了 太浪费了 早知道就不买这么多了 你们怎么了 喜儿观心地询问 气 刘长江气不打一处来 这时候 王小宇忽然说 我知道这个漫画 这是我舅舅的 刘长江没好奇地瞪了他一眼 没懂他说的什么意思 王小宇解释说 这个气龙珠的漫画 是他舅舅家的漫画工作实话的 而那部一帮人之无皇任谈 也是他舅舅家的 你骗人的吧 你舅舅是哪个 刘长江问道 焦大帅等人都看了过来 我没有 我真的没有骗人 我都看完了王小宇说道 得意地笑起来 哈哈哈哈 他还以为刘长江等人 看什么漫画呢 这么著迷 原来是龙珠 和一帮人之无皇任谈 气龙珠他没看完 因为根本没画完 他只看到了连载的后武器 但是一帮人之无皇任谈 他看完了 这部漫画已经画完了 单行本都要发行了 刘长江等人 见王小宇不像是说谎 顿时来了精神 问他 你能不能搞来给我们看看 王小宇顿时有些为难 我有一本 但是在家里 没有带过来 他说的是一帮人之无皇任谈 至于气龙珠 他也没有 每次都是他舅舅 在手机发给他看 而且是带密码的 24小时候 就会自动销毁画面的那种 你骗人的吧 刘长江等人不由怀疑他 本来王小宇 就不是他们这个圈子的 要不是小白 这里没有王小宇的份 是真的 对了 问小白 小白可以搞到 刘长江等人看向小白 问 王小宇你舅舅是谁 王小宇看向小白 没有说话 而是小白悠悠地说 我老汉 老汉 刘长江疑惑 王小宇 就是爸爸的意思 我舅舅就是小白的爸爸 小白能搞到漫画 刘长江等人 就像小狼仔子似的 眼睛冒绿光 盯着小白 满脸恳求 刘长江甚至打起了喜儿的主意 如果小白不答应 他们就求喜儿出马 喜儿不是小白爸爸的干女儿吗 应该也管用吧 他们知道 小白不大好说话 而喜儿特别好说话 你们想看啥子吗 啰嗦听腮 小白故作矜持道 喜儿抢答 翻开杂志 指着龙珠说 小白 迷失的刘 他们想看这个 前爹友 我看过那刘长江熬的一下 竟然连喜儿都看过 他们连个小女孩子都不如 不要你说 要他们说 或或或 小白得色上网 喜儿说的不听 一定要听刘长江等人亲口回答 小白 我们要看气龙珠和一帮人之无皇认谈 刘长江说 他能屈能伸 为了要两百块钱 都可以给他割下跪 何况是说求人的话 你呢 小白问焦大帅 焦大帅愣了愣 长江不是说了吗 他也要看还是刘长江激励 小白 让他说腮 刘长江催促焦大帅 快说呀 说你想看 焦大帅也明白了 我想看龙珠和一帮人之无皇认谈 小白暗戳戳地笑 看向小王 千里眼和顺风耳 不等他问 这仨已经知道抢答了 一口同声道 我想看龙珠和一帮人之无皇认谈 霍霍霍 小白的虚荣心得到巨大的满足 霍霍笑 这不好听 刘长江激令上头 立刻感谢 给你添麻烦了 小白 给你添麻烦了 小白 给你添麻烦了 小白 小白哈哈大笑 嘚瑟中 忽然听到一句 给你添蘑菇了 小白 他寻声看过去 只见是喜憨憨说的 顿时不想理他了 嗨嗨啊 喜而偷乐 已经摆弄了 刘长江等人 小白开始工作了 他用自己的儿童智慧手表打电话 没有给他老汉打过去 而是给星小光打的 喂 小白 听说你去你大奶奶家过暑假了 还把喜儿也带去了 我说这几天都没看到你俩 电话里星小光说的 小白指着手表里的小人儿 对大家说 就是这个人 他画的 我喊他来星小光 第1637张酷酷的 星小光觉得 自己受到了超级巨大巨大的侮辱 他竟然被一群小娃娃在围观 耳边还有小白的讲解 那感觉 就像他是动物园的猴儿 小白手腕智慧手表 呈现出了星小光的影像 像一个小人 刘长江等人围上来查看 对一帮人之无黄认谈的作者 十分的好奇和崇拜 就连喜儿都凑了一颗小脑袋过来 看了一眼 连连点头 说这个就是 怎么回事 这是 星小光追问 好一会儿才知道了原委 他立刻澄清 搞错了 搞错了 不是我 小白 一帮人之无黄认谈不是我画的 是徐启哲 你哲歌 小白 哲歌 喜儿又凑了过来 这小秘书当得很称之鸭 提醒小白说 酷酷的那个哲歌 一听酷酷的 小白就知道了 徐启哲嘛 他给小姑姑找的相亲对象 还给人家徐启哲找了竞争对手刘香生 还好徐启哲和刘香生 不知道小白把他们俩都介绍给了张明雪 打起来倒不至于 但是见面尴尬肯定是会有的 刘长江等人向小白投下目光 楚楚可怜 讨好又期待 小白便请星小光能不能送几本 那个框框框打架的漫画书来 行啊 你要这个干嘛 看嘛 星小光问 小白以前虽然喜欢打架 也练过几天的剑刀 但是对一帮人之吴皇任谈不感兴趣 对功夫熊猫倒是非常有兴趣 小白说要给他的朋友们 并把刘长江等人介绍给他认识 哥 光哥我是刘长江 我是你们的粉丝 哥 光哥我是焦大帅 我是你们的超级粉丝 哥 光哥我是小王 我是你们的超级超级粉丝 省略千里眼和顺风儿 不然看起来像水自树 好好 你们好喜欢看一帮人之吴皇任谈是吧 我让人送杂志来 等住哈小白 小白在骂你们在哪里 星小光说 喜儿的小脸瞬间出现在镜头中 抢先说 小光哥哥 我们在我们在 我们在哪里 小白 你说 塞 你不是要抢着说吗 你说塞 刮娃子又菜又爱玩 嗨嗨嗨啊 喜儿永笑 你那么大声干嘛哼 傲娇的喜娃娃撅着嘴走了 打算和小白绝交十秒钟 十秒钟后再说 小白没有搭理他 而是告诉星小光 他们在市伟大院 市伟大院是吧 好 记住了 市伟大院 新小光够一道 没搞错吗 怎么跑市伟大院去了 是市伟大院 小白说 我大奶奶家在这里塞 刘长江为了让新小光 快点把漫画书送来 也凑过来说 真的是市伟大院 光哥 我们家都是当官的 我爷是书记 一把手 小白的大爷爷 也是书记 是几把手来住 他侧头问小白 但是小白哪知道 张会几把手啊 他只知道大爷爷 有两只手 焦大帅说 好像是四把手 小王说 不 是五把手 千里眼和顺风玩 也加入争论 星小光见状 推断这群孩子 都是傻孩子 他要小白发 一个定位给他 他顺逐定位 忽然小白又说 你不要来哦 星小光 刚叫他去送漫画 这又叫他不要去 那他到底是去不去 叫酷酷的折戈来 小白说 行 我喊他来 正好 星小光觉得 自己这种地位的人 却得小孩子送漫画 十分的不合适 让徐启哲去 很合适 老徐老徐 挂了电话 星小光就去 徐启哲的办公室找人 徐启哲正在和小组成员 讨论工作呢 是关于一帮人之 吴皇任谈发行的 本周六就要上架销售了 老徐忙住呢 那你们先忙 星小光就坐在一旁等候 徐启哲便让其他人先回去 等人走了 问星小光什么事 跑一趟腿 送酒本 一帮人之 吴皇任谈单行本 取给小白 地址我手机上发给你 徐启哲一听 感觉怪怪的 但是也没说什么 爽快答应了 有时间就现在去哈 小白那边等重地说完 星小光就走了 徐启哲把办公桌上的水喝完了 起身出门 拿好车钥匙 先到资料室里 拿了九本一帮人之 吴皇任谈 出门 穿过小红马的院子 和老李打了一声招呼走了 他上了车 拿出手机 看一下是送到哪里 导航启动 一个酷酷的男生响起 前往市委大院 全程预计需要三十分钟 徐启哲发动汽车 特别检查了一下导航地图 没错 就是市府 他搞不清楚怎么定位在市府 本来想打个电话 给星小光确认一下 但是想想还是算了 先开车过去看看 一路上 他一直在电话和工作小组的成员 开电话会议 讨论发行事宜 不知不觉导航 就提醒到了市委大院 他看到市委大院 那雄伟的大门和门口的武警战士 没敢直接开进去 头没那么铁 他在路边缓缓停下 外面热 他没下车 而是坐在车里打量四周 看能不能看到小白 观察了一遍 都没见到人 无意中扫过市委大院的大门 见到大门口有几个小朋友 其中一个不正是小白吗 他确定自己没看错 因为在小白身边的还有喜儿 不可能两个人都长得像吧 他在抬头 重新看了一遍大院门口的大字 以及门口的武警战士 好家伙 没错 真是市委大院 他满腹一问下了车 抱着九本一帮人之吴皇认坛 朝大院门口走去 小白也发现了他 蹦蹦跳跳朝他挥手 走近了 徐启哲心里一突 因为他被盯上了 门口站岗的那两位紧紧盯住他 进来塞 进来塞 小白大声说 这时候 刘长江也跑去了保安室沟通 请放徐启哲进来 进去把门口站岗的战士说 徐启哲这才从大门口走了进去 虽然好奇小白和喜儿为什么在这里 但是他是话很少的人 从来不问东问西的 小白 你们要的漫画 他把漫画书交给他们 并注意到几个男孩 目光炽热地盯住他看 好酷呀 难怪能画出那么酷的漫画 太帅了 帅炸了 比我哥帅多了 谢谢哲哥 小白说了漫画 感谢道 不用谢徐启哲说 喜儿 酷酷的 徐启哲朝他笑了笑 说 没事我就回去了 小白点点头 玄机又说 不要塞 哎呀来了就坐坐塞 走 去大奶奶家休息休息 不用了 我回去 来塞 不要走塞 小白朝喜儿 使了个眼神 喜儿立即也动手 拉着徐启哲的裤子不让走 刘长江等人 还想多跟偶像待一会儿呢 也是热情地挽留 徐启哲无奈 被小朋友围着送去了张慧家 家里张慧和张明雪都上班去了 秦惠芳正在准备中午的食材 忽然看到小白和喜儿 拉着一个陌生的年轻男子走了进来 满是疑惑 小白霍霍笑 跑过去 让大奶奶弯下腰 把耳朵凑过来 他凑在秦惠芳耳边 暗戳戳地说 勒个是折戈虚起折 给小姑姑介绍的男胖友 秦惠芳眼睛瞬间皱亮 小白靠得太近 眼睛差点被亮 瞎了 第1638章 分享喜悦 小白捂住眼睛赶紧走开 离得远远的 怕自己漂亮的大眼睛被闪瞎了 但是他又不肯离开 要吃瓜看戏呢 便和喜儿坐在不远处的沙发上 一边拿起茶几上的冰镇西瓜吃 一边嘀嘀咕咕凑一起说悄悄话 眼睛时不时描向大奶奶和哲歌 至于刘长江等人 留在院子里没被邀请进屋 晒太阳 没一会儿就汗流加倍 我们也太惨了吧 小王惨兮兮的说 头顶炎热的太阳晒着 真是要把他们烤焦了 千里眼说 小白或喜儿在吃西瓜 我也好想吃 顺风儿 为什么不请我们进屋 刘长江擦了擦额头的喊 想走 但是偶像在这里 又想溜 还好这时候 喜儿终于想起了他们 招手喊他们进屋 都挤在沙发上 一边吃西瓜一边看戏 只是秦惠芳和徐启哲说话的声音 明显小了许多 他们听不清楚 徐启哲没搞清楚状况 好一会儿之后 才恍然醒悟 想起了小白之前给他说过的 要介绍他小姑姑给他认识 想到这里 他心里顿时尴尬不已 还好秦惠芳很懂得说话的技巧 尽量让他避免尴尬 从不说得直接 就像是长辈和晚辈聊天一样 论说话的技巧 十个徐启哲也不是秦惠芳的对手 人家在官场摸爬滚打几十年 察言观色的技巧 那不是徐启哲能比的 何况徐启哲 本来就不是能言善变的人 所以没消多久 徐启哲的基本状况 就被秦惠芳掌握了 徐启哲也趁机 说要回去继续上班 他是上班期间过来的 小徐 留下来吃午餐吧 秦惠芳热情地挽留 不了 现在才十点半 最近漫画书要发行了 时间很紧 徐启哲说 他不知道要到人家家里来 所以是空手而来的 什么东西都没带 总觉得过意不去 礼节上没到位 那有空就来坐坐 秦惠芳也知道不能勉强 第一次来 人家身份住呢 而且正主张明雪不在家 再见秦阿姨 徐启哲虽然不知道 他家是什么身份 但是傻子都知道 这是官宦之家 他还真没什么信心 哲哥在坐坐马 小白跟在身后 畜生挽留 哲哥吃饭呀 喜儿也跟在身后 畜言挽留 徐启哲强笑道 不了不了 我还要去上班 喜儿小声对小白说 哲哥一定是害羞了 徐启哲 他逃也是的走了 小白对秦惠芳说了一句 我去送送哲哥 立即跟住过去 我也去送送哲哥 还害啊 也小碎步跑了上去 我们都去送送哲哥 刘长江等人纷纷跟上 一路上 小白跟在徐启哲脚边 巴拉巴拉 喜儿追上去 一听 才知道原来小白 在给哲哥介绍小姑姑呢 他夸小姑姑 人美心善 张明雪长得像秦惠芳 秦惠芳年轻时 是机关里有名的大美女 张明雪虽然比不上 水准下降了一些 但是依然算得上 难得的美女 所以人美没错 心善是因为小白认为 小姑姑在她没来时 主动照顾小鸭子 还算是心善 小姑姑开朗大方 小白继续夸奖 毫不吝啬一美之词 开朗是真的 朋友圈里玩得可嗨了 小白没事就喜欢 看她的朋友圈 给她点赞 大方也没错 因为给小白买了新衣服 在喜儿来之后 要买了太阳帽给喜儿 喜儿听得连连点头 她不时补充一两个优点 喜娃娃善于 发现别人的优点 徐启哲以为自己是遇见了天使 张明雪在他们的形容中 不就是活脱脱的一个天使吗 崇拜她的刘长江等人 也不甘小白喜儿 这对小姊妹之后 刘长江邀请徐启哲 到她家做客 徐启哲想也没想就婉拒了 这里的人家各个不凡 她紧张 于是焦大帅另辟蹊径 问她 哲哥你想认识贝贝姐吗 是我们社区里的第一美女哦 刘长江瞄了瞄这个老二 十分的不满 不满不是因为焦大帅 把她哥的追求对象 介绍给徐启哲 而是因为她竟然没有先想到 对对对 贝贝姐超级好看 而且个性超级好 跟你很配哦 徐启哲哭笑不得 没想到自己这么受欢迎 出啥子嘛 你们搞得鬼火貌 小白不高兴了 这是做什么 抢她小姑姑的男胖友吗 喜儿也不高兴了 大声说 谁也不许动 哲哥是我小姑姑的 小王担心小白一不高兴 把送他们的漫画书收走 于是连忙附和 对对对哲哥是小雪姐的 小雪姐更带劲 那泼辣 那追着他们威胁的样子啊 徐启哲只想快点走 不想待在这里 再见 徐启哲出了大门 小白等人站在门这边 朝他挥手 再见常来玩呀 偶像走了 刘长江等人终于把注意力 集中在漫画书上 迫不及待地看了起来 跟住故事中的主角冒险 一个个匕首画脚 张牙舞爪 保里保气的 小白 看哲哥的书 就会变成这样吗 喜儿担忧不已 由于要不要看手上的漫画书 他也被徐启哲送了一本 他感觉这本书就是魔法书 看了就会变成刘长江等人这样 一个个怪怪的 别学他们 走 我带你回家 小白带住小秘书回家 这大热天的 总跟住刘长江这些人 在外面晃很傻 两人散步回家 喜儿一路唠叨 问着问哪 哲哥会和小姑姑结婚吗 他先是不断追问哲哥 会不会娶小姑姑 接着又为自己的子子 没有男胖友而忧心忡忡 我子子也要努力呀 对不对 小白 我读书要努力 子子找男胖友也要努力呀 小白说 你说的都对 小青 哈 嗨嗨啊 小白 前爹什么时候回来呀 今天晚上就回来 他要到大奶奶家吃晚餐呢 我叫我子子也来好不好 你叫塞 那我叫了 你叫李 喜儿喜滋滋地拨个电话过去 谭锦儿接了 当然是婉拨来吃饭的事情 喜儿有些不高兴 然后问他谈没谈男胖友呀 真是像个小大人似的操碎了心 谭锦儿告诉他没有谈男胖友 如果谈了 一定会先告诉他的 同时 谭锦儿告诉喜儿一个好消息 分享喜悦 那就是他升职了 他调离了业务经理的职位 去了总经办当主任 所谓总经办 就是综合协调部门 乘上旗下 非常的重要 要求的是做事缜密细心 应变能力强 同时对酒店所有的业务都了解 非常的锻炼人 谭锦儿也是思前想后才接受的 总经理说的对 如果想要更上一层楼 那就要综合锻炼 到总经办来是最合适的 再总经办呆了 那么对饭店的营运整体模式 就不会再陌生 喜儿虽然不清楚这代表什么 但是姐姐既然说了是好事 那肯定就是好事吧 他还阿贴大笑 分享姐姐的喜悦 还和小白一起分享 回到家后 又告诉秦惠芳 秦惠芳笑着说 这样的喜事一定要庆祝一下 我们一起吃个饭吧 中午人员不齐 只有我们三个在家 所以就放在晚上吧 晚上请你姐姐一起过来 你前爹也会来 到时候我们一起吃饭 给姐姐庆祝一下 他觉得谭家这对小姊妹 飘在浦江无依无靠 遇到喜事也没有亲人一起分享 那太孤独了